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真喜欢了 是吧 真喜欢 真喜欢 这个日台公园点赞节目 我们的金牌节目又回来了 但是这期节目非常的特殊 对 它是一个特别片 对 因为之前我们点菜都是点中国菜 是吧 各大菜系 好像也没点完 还没说几个呢 还没说几个呢 未完再续 今天我们就要走出国门 冲出亚洲 点到美洲 点到美洲来讲讲墨西哥菜如何点菜 你看看 翻外篇了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19年11的时候 李叔我本人去了一趟Mexico Mexico 口音 然后就去那找英姐 每天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唱吃 墨西哥 爱上了墨西哥 觉得墨西哥菜太好吃了 回来跟我说了特长时间 听听说 一定得好好尝尝 一定得去那玩 我说太棒了 对 我就说你剪菜节目 我来接管了 墨西哥菜 我来教训咱们点菜 对 就开始夸下海口 对 后来发现这个可能还是不太行 就是我能吃 但是我说不了 是吧 毕竟是异国风味 对 你只记住了那种感受 但是你说不出它的文明 形成不了完整的语言 你以为说了点菜那么容易呢 这都是文化 文化 文化 对 所以我就属于吃明白了 说不明白 我说那就得找一个人来帮我说说 正好我认识这么一位 他吃不明白 但是还能说明白 来欢迎来自于墨西哥的英姐 文化人来了 英姐 大家好 给英姐卖个红抬的 英姐又回来了 真开心 介绍一下英姐正好是刚刚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现在在北京 我们的这个WeWork录音室 和我们一起录音 跟我们说 哎呦 咱们国家这楼真高 我们村里最高楼不过三层 是三层吧 四层吧 四层 对 小伙伴是这个 忘了 怎么了 狼心狗肺 是 真的 别提了 马上我就要进门了 不要说了 跟我说 说我没见过英姐吧 就是 我说你没见过 小伙伴是见多识广 把我忘了 这多的何必话都出来了 贵人都往事 不是 不是 我特别不好意思 记性真是太差了 不是 我说你就是见过的人 你忘了也就算了 一起录过节目 你都忘了 主要是英姐 这越来越漂亮了 真的 就是有点认不出来 现在就越回越年轻 主要是减肥成功了 非常美 非常美 特别美 就是我们最开始第一期节目 是2018年2月5号播出的 节目的标题叫做 文艺女大款 去梦墨西哥 是她公园的第104期节目 对 当时播完之后 就是好评如潮 大家都特别喜欢说 我英姐这 妻女子也 羡慕她的生活 对啊 就是从美国开车 开着开着开着墨西哥 然后老娘就不走了 一代代三年 那期节目 这个播完之后 英姐就是 偶尔回北京嘛 就陆陆续续的 录了一些别的节目 有一期是讲 海外旅行 如何被搭讪的 还有一期呢 是聊我们俩 还有我们一个好朋友小复 我们接着这个 往事回忆录 这个戏血飞舞 当时 不对错了 还有落英缤纷 闲花老去 这个聊聊我们的一些 青春往事 还有就是 今年十一的时候 刚刚播出了一期 这个南龙古巷 萧王室 哎呦 这家这评论 节目炸裂了 炸裂了 评论一万多条 还挺频繁的呀 对呀 你已经是我们这个 嘉宾里边 不是主播的话 来的这个 次数算挺多的了 主要还是受欢迎 大家都喜欢 觉得很像那什么呀 就比如说 朋友们 大家如果都在北京 反而一年去不了几次 对 英姐这种 一回到国 觉得很不容易见一次面 对 那赶紧得见一面 见一面不能白见 我们就能录点节目 是吧 是啊 就跟这次也一样了 对 所以这个英姐这回 回来之后 那肯定在录啊 是 对 而且我们那个 我制定了一个 非常有设计的录音计划 就是大家肯定想听啊 对 我跟英姐 我们俩是如何在墨西哥 两个人一起浪了 这次节目我们都不聊 因为我有另外一位嘉宾 他现在好像又跑欧洲去了 他会回到北京的时候 谁啊 你说是谁啊 这名字我就不提了 我们就叫他赶叔 因为赶叔之前也去了墨西哥 跟我和英姐 都有很多对共同的故事可以讲 今天这些节目 我们主要就讲讲 墨西哥美食 点菜 是吧 点菜达人 小伙伴老师 遇到了这个 有文化的英姐 还有这个墨西哥美食家 我 李叔本人 真是 你看我这没去 我就愣在这聊 中午 是吧 吃了 刚刚带你去吃了北京的 我先问问 那个正宗不正宗 英姐 还是挺正宗 就是我还比较吃惊 因为好多有些 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吃了中餐 美式中餐 墨西哥中餐 那就完全不搭边 跟我们中餐 对 这个起码 它的方向是对的 起码外观是对的 用的材料也是对的 这就已经非常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改进的成分 对 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但总体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本土化的改良 是的 咱们上次在上海吃的那个 那个墨西哥菜 李叔觉得那怎么样 那个我觉得比这可能还差点 还差点 对 那家他主要他喝酒的 主要是为喝 他就叫什么龙蛇兰小馆 对 主要是去那是为了喝哨子 然后那个菜的话 说实话我也没太仔细吃 哪天喝太高 喝太多了 但今天这个我正经吃了 我觉得首先还是好吃的 就像你也说的 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你要说正宗不正宗 那我只能说 我觉得还不够正宗 不够正宗 对 因为他就是离我在墨西哥的那种 因为你们在墨西哥 对 梦荷般的体验 还是有差距的 感觉还差点 对 但是有那味了 那就行 那是那意思 是吧 行 对 但是呢 这个关于墨西哥菜 我跟英介 我们俩其实是有一些 不同的观点 是吧 我作为一个过客 一个路人 一个浪子 一个浪子 我觉得墨西哥菜 就是人类美食的瑰宝 哇 对 评价真高 对 非常高了 我觉得能够跟他比的 只有门铜钩的这个农家乐了 对我来讲 这就是我的本命啊 好嘞 是吧 那英姐在墨西哥待了两年多了 她居然觉得不好吃 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 我们中国美食太博大精深了 在我心目中 真的没有能跟我们中华美食比的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东西好吃 墨西哥的东西就不好吃了 它可以也好吃 也好吃 但是我的血液里 是流淌着中国菜的 血液 流淌着那个麻辣香锅 对 火锅的 一般会有这么个变化 就比如说 你要觉得一个东西不好吃 可能就是一上来 我觉得哎呀 不行 我不爱吃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一开始吃觉得还行 还挺好吃的 但是是吧 老是这也让我吃烦了 我不喜欢了 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觉得我就是刚一到墨西哥 觉得因为新鲜 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 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觉得还也没有说多好吃 但是能吃 能吃饱 但是慢慢的 我觉得墨西哥菜吧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的加工的 做的过程有点糙 有点简单 可能它更多的是吃一个食物的原味 我们中餐来说 我们的烹饪方式太多 什么煎炒烹炸 什么各种 什么 对 所以我们的食物是比较立体的 我们食物的味道是比较立体的 但是墨西哥菜就是 做来做去就那么几个方法 就那么几个原材料 就觉得 有点单调 有点单调 对 有点单调 对 我觉得它这个 我不是不能理解 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去日本 也有很多在日本那边上学 工作的朋友 里边至少有一部分人跟我反馈 说吃日料 是吧 刚来的时候觉得就是好吃 什么都好吃 但是待了 比如说超过半年 就吃烦了 因为日本的这种饮食吧 其实也是有点单调 绝对数量是少的 是吧 老是那几样 吃来吃去就没得吃了 然后东京开家 海底楼落坏了 天天就吃 之前看着小肥羊 小肥羊 我都去吃过 你何必呢 排大队 排大队 是吧 对 然后现在奶茶 在东京已经 这种奶茶已经火了 已经风靡了 真的 永远排队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墨西哥菜 我对它的这个体验 肯定是超过迎接的 因为我刚去那墨西哥的时候 他说 李志姐来了 我替你吃大餐 我腌那维神蛋 我吃这一顿是稀惨 吃牛排的 对吧 阿根廷的牛排 阿根廷牛肉比较好 对吧 因为你说 我想了很久了 一直想来吃 太贵了 太好了 你来请我吃 我说没问题 我中国来的 中国来到某一个都是土豪 中国去哪都土豪 不用开菜价 对吧 根本不看劲 随便点 就不看劲 都吃得起 吃完这眼泪流的 还好 跟北京比 其实就是一顿 北京的正常的 比如说人均两三百 就我觉得就还好吧 味道怎么样 还带酒的 真是一般 就是就对我来讲 真是一般 就是那个东西 我反而没吃到好了 然后影灵英姐 带着我吃了两三顿 就是她觉得 那边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吃完之后 我说 还行 还行吧 吃完之后 一般吧 给英姐吃腿了 英姐说 就是一顿一顿 你也不配 我照待你吃这些 这人间美食 我就带你吃一些 老莫 就是当地人最爱吃的 我最讨厌吃的 她最讨厌吃的餐厅 我也吃 太好吃了 就我跟李芝也认识 快二十年了 她的口味 我依然摸不透 我不知道她爱吃什么 她就是 比如说 她不爱吃猪肉 但她就吃兄弟川菜的 鱼香肉丝 对 然后前天上周 我刚回来 我们吃了一顿饭 她已经开始吃红烧肉了 这让我很震惊 真的 对啊 而且我吃了红烧肉 肥肉 这我真意外 当时吃哪个是 容小管 容小管的 我们俩在一块 很少见她吃这种肥肉 基本上是不吃 对啊 而且点出来 不让你点 她说有肉我不吃 你给我点点别 土豆丝 那个 她都不吃那个 对 口味千变万化 所以后来我就不琢磨 她也吃什么 因为我琢磨不透 才不透我 结果万万没想到 她就点了一些 就是非常简单的 也非常便宜的 蔬菜汤啊 这种 对 两个人一顿饭下来 可能就挤着够钱那种 我就给我吃傻了 太好吃了 而且基本上 我对墨西哥的 本地的 就是local的 food的评价 就两种 第一种是太好吃了 第二种是 有点意思 对 就它可能没有 那么和我的口味 但是我能 挺好玩的 我能感觉到它的风味 哇 就是 周老老师 你美食家啊 美食专家 你得出去公道化 我不能白请你吃 你说说 还真是最近 其实算是比较密集 都吃了两次墨西哥菜 我之前并没有 所谓的说 专门去吃墨西哥菜 但是偶尔会吃到一两种 其实啊 咱们原来方家胡同 那个院门口 码到对面 就是一个卖他口 不知道啊 那就是一个做墨西哥菜的 都不认识 一个小小店 有好多老外老去买 我也曾经吃过 但是我没有注意 但这次成系统的 尤其是今天啊 吃了一下 我感觉 我先说我的评价吧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很喜欢 喜欢鱼票 首先就是 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的方向 我一上去不一样 味道的方向 什么方向啊 东南西北啊 它味道的方向 其实是酸辣的那个方向 对 它基本上那个酸口 是很明显的酸 然后那个辣 它不是那种辣到你 想哭的那种辣 但是你肯定能吃出 里边的辣的味道的 然后总体而言的 那个口感 其实是偏清爽的 就不是黏糊的 它是比较清爽的 因为酸辣的 对 而且里边那个就是 吃到的那些蔬菜也好 食材也好 一般它处理完了以后 也是比较清爽 不会说糊在嘴里 比如说 吃什么那种 什么奶油炖汤 什么那种 就一坨糊的 或者一大堆起司 到嘴里都是一坨 但他们不是 他们基本上到嘴里 还是比较弹 比较脆 甚至你像玉米饼 是比较脆的那种口感 所以总体的味道方向 我个人就很喜欢 另外一个 我觉得 它的烹饪方式 真的像英姐所说的 它是比较 你也说比较粗糙 人是 对 然后我说 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这简单恰恰就能保留 它这食材本身的味道和质感 简约不简单 对 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和质感 对我来说 我很喜欢 因为它吃的那些东西 我都挺爱吃的 你给大家说说 中午豌豆吃啥了 行 那我给大家稍微说说 上来咱们先吃的一个 那叫 玉米片 你也叫我说 那叫什么 大口 是吧 对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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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狗 就是这 Taco在美国 其实很流行 因为美国离墨西哥近 包括有很多墨西哥的后裔 所以说 美国有个最有名的 脸座叫Taco Bell 所以Taco 其实是英语的发音 对 但是本土的墨西哥 因为我现在很惭愧 在美国离墨西哥待了两年 西班牙语依然烂得一坨屎一样 但是我的数字和食物的名称 我都能记得住 就是我看你说那食物名 每个都说 都合好了 就是砍价和点菜的时候 买东西和点菜 就是两个生活必须的 所以这个西语说这个Taco 就是大狗 大概的发音是这样 就是Dago 大狗 这些大狗 大狗 其实简单讲 就是这个墨西哥饼 卷一切 卷一切 其实也没卷 包一切 它没有完全卷上 它是开口的 对 它是开口的 然后里边就放着 其实我吃有肉的 我吃的那个是牛肉 牛肉 牛肉 鸡肉 对 其实真的是卷一切 你想卷什么 然后上面是有那些洋葱 洋葱 对 然后西红柿 对 西红柿洋葱 然后那个肉的处理 其实就是简单的煎烤了一下 不腌 它就是在锅上 有的可能油都不放 就那么干煎 或者是烤一下 煎烤了一下 然后切成肉条 然后放到里面 然后上面铺着那些蔬菜 然后到中头戏了 要往上面浇它的那些 所谓的汁 调料 蘸水 蘸水 这个蘸水里边 一个是那种 绿巴筋 绿辣椒 那是吗 其实这个 我现在唯一 我特别喜欢墨西哥的一点 就是它那个酱 西班牙 就是我们英语叫 就是跳那个舞也叫 然后吃这个酱也叫 写法一样的是吗 写法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词 然后在西班牙语 它叫西班牙语 它叫西班牙语翻译 我比较喜欢 我觉得英语 这salsa 这有点太 不朗朗上口 不好听 西班牙语翻译叫 salsa salsa 就有点难了 学不学不学 李中这大舌头 你学一个 小不会了 salsa 中这还一个那个音 salsa salsa 日语 日语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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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这么说的 对 这个salsa 那绿的辣椒是吧 对 它其实 因为salsa相当于是 每个饭馆 都是有自制的 包括每个家庭 就是墨西哥人做菜 就像我们的家里咸菜 这样 就是每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会有细微的区别 对 会有细微的区别 所以这个是我唯一 现在还很痴迷的 墨西哥菜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今天中午 有一个东西没出现 我觉得还挺奇怪 什么 就是墨西哥的腌辣椒 对 就是酸辣椒 我简直 我觉得是宇宙无敌 这太好吃了 我之前说的话 我最开始吃到 墨西哥的酸辣椒 它不是在墨西哥吃 它是美国吃的 因为我在美国 我一直在加州 加州以前 就是墨西哥领地 美国战争的时候 被美国抢走的 他们当地 就是所有的地方 都是西语 英语 双语的 现在有好多 墨西哥的这种 卷饼店 里边可以吃各种 墨西哥美食 就在美国 我吃到了 墨西哥的腌的酸辣椒 太好吃 对 然后到了墨西哥之后 我说 酸辣椒我来了 酸辣椒卷饼 口水 我接着说 好吃 反正有一个是 绿的辣椒酱 还有红的辣椒酱 这两个都是 典型的两个主流的 就是红酱和绿酱 而且都有 那绿的里边 还有柠檬的味道 一定要放柠檬 有点酸 很好吃 然后还有白色的汁 白色的汁 那是什么汁 类似于奶油 那个就不是 特别典型的 墨西哥酱 那个不是特别典型的 反正我上这个酱以后再吃 反正我感觉 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 另外还上了一份菜 就是各种肉 鸡肉 牛肉 鸡肉 牛肉 虾肉 平盘 然后边上放一袋鱼蔬菜 平盘 端上来 其实那做法真的很简单 但是我 铁板 对 我觉得很好吃 就特别 感觉特粗犷 然后味道保留的都很好 而且它不干 主要是不干 有的那个肉 它会弄得特别干 里边就没有汁水了 它里边还是有的 对 那个也不错 而且你说的 这叫主菜了 就是配料 还没说完 除了刚才说的 红辣椒 绿辣椒之外 酸奶 对 墨西哥老酸奶 墨西哥老酸奶 对 还有牛油果酱 斩链料 有没有 这个说实话 我就一般 是吧 我就一般 但是你好听 我当然喜欢 你喜欢吃 他喜欢牛油果 牛油果我觉得一般 对 今天还有一个 蘸料什么来着 黑豆泥 这个可这边墨西哥 顿顿都有 顿顿都有 每顿饭 都有它 对 就跟咱们上个米饭一样 那黑豆泥 我以为是那个红豆沙呢 就是 对 长得像 长得像 颜色没有那么黑 对 然后那个 但是它不是甜的 对 它是咸的 它没有放糖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对 所以 莹姐在墨西哥带我去吃的店 就是一个搭购 一个饼 然后旁边一叠红豆泥 然后再上一两个那种菜吧 你就自己搭配去吧 都是这么吃的 这样的 对 所以就是刚才提到 这些东西 我都爱吃 今天这种 海点的什么来着 海点那个叫 墨西哥叫 那个相当于 就是也是玉米饼 然后里面可以 它这个配料有一项 就一定要加奶酪 因为加了奶酪之后 它就会变得很黏 就把玉米饼粘上 那个好吃 那个好吃 那个里边的那个馅儿啊 那个馅儿就特别像那种 意大利肉酱面的那个肉酱 然后里边有番茄的味道 然后里边你跟我说 它那个肉末 其实不是肉 它其实它叫 是一种香肠 是把香肠剁碎了 对 它是把一个肉馅儿 灌到香肠里面 但是做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香肠切开 然后一炒 又变成了肉馅儿 所以我就不理解 它为什么要多 为什么不直接放肉馅儿呢 为什么不直接炒呢 那不一样 这个肉馅儿做成香肠以后 人家香肠要经过一些处理 就会有它的风味 比如风干啊 烟熏啊 要处理以后 你再剁碎 那不一样 所谓熟成的过程 食物是以时间赛跑的艺术 专业 专业专业啊 还有这个玉米饼 这好吃 就好像我已经结合 我们俩在墨西哥 他在我在街边啊 在Marketo Marketo 买的那个 就是烤玉米 对 然后我房子里一咬 咯蹦一下 牙掉了 你说什么 整个烤玉米 就烤玉米 我说哎呦 真好吃 人家说 你要在这吃烤玉米 你觉得不好吃 这世界上没有好吃的玉米了 人家是玉米专业户 因为墨西哥的玉米 跟我们的玉米不一样 我们的玉米吧 可能是经过一些改良 或者什么 什么杂交什么之类的 我就不懂了 怎么说 我们的玉米那个粒 是特别齐的 特别齐啊 墨西哥玉米是粒非常大 然后非常不规则 犬牙似乎 不规则是吧 对 它排列的不规则 然后颜色也很多 颜色有各种 红的绿的黑的蓝的 就是 它可能它种的时候 估计它也不知道 能种出什么样 颜色不一样的话 也是品种的原因 那如果你说那个粒 又大又小 然后猪犁有稀有输 不规则 很可能是因为 在种的时候 这个种植密度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它种的很少 或者种的很稀疏 它排列不是很整的话 它会影响它的兽粉 影响兽粉的话 它就不会每个粒 都会长成熟 就出外瓜类枣 对 如果它种的 就是一排一排 就得很密 它那个兽粉 包括有些会人工兽粉 它比较均匀 那它会长得比较齐 但我觉得一定不人工 因为墨西哥现在种玉米 自从玛雅人 几千年来 一直都是粗放性 就是这块地 我把杂草除一除 把玉米种子 撒到地里面 就不管了 然后就不管了 然后秋天来收 能收几个试几个 那基本就是 现在还是这种状况 那是受粉的问题 那是受粉的 哎呀 好吃啊 好吃啊 它玉米非常 真的非常好吃 烤玉米 个大吗 特别小 小个的 它是玉米棒子比较小 但是玉米粒的个非常大 对 就是整个玉米的 那个尺寸不大 但是粒挺大的 我们的玉米是尺寸大 但是粒小 它刚好相反 因为这好 人家这骨比较大 糊比较小 薄皮大馅 薄皮大馅 好多个纸 还有这个中国反不嗨 专门点了两杯的 这个当地的酒也 哎呀 体验了一下 别听那个酒 那个酒太棒 今天就点了两个酒 那来酒叫啥来着 一个就是墨西哥 特别有名的鸡尾酒 叫玛格丽特 但是呢 墨西哥是怎么喝呢 这个喝其实也不是 墨西哥传统的 大众的喝法 就是在坎昆那边啊 大家度假比较多 大家就会在 那个玛格丽特上呢 插一小瓶啤酒 但今天我们中午喝 那啤酒是标准的 小瓶啤酒 对对对 是330毫升的 对对对 墨西哥的 对墨西哥的插的是 它有一个190毫升的 就是跟那个瓶是一样高 但是比较细 嗯 就是非常可爱 插在那个顶上 卡拉伊 等于那个啤酒其实是倒着 对 它是倒着插在冰沙里头 插在酒杯里 对 然后里边是冰沙 对 冰沙底下是那个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对 是这么一个结构 对 然后那个啤酒就会漏到 那个杯里边 慢慢的渗进去 对吧 吸管那个吸管 对对对 吸气进去 挺棒的 对 就我发现墨西哥人 的确这酒啊 大家挺好这个 首先龙舍兰 塔克拉 这样子我们喝了 我们在上海喝啥 喝得 塔克拉我以前也特别爱喝 现在不敢喝了 为什么呀 因为塔克拉 我觉得他是那种 我是一个不太好酒精的人 但是塔克拉是那种 你喝了之后 你会很嗨 你就停不下来 就会一直的喝 所以我每喝必高 就是每次 我一般就是 必须都要有 我特别好的朋友跟我 我才会在一起喝 然后我都跟大家说 过了三个shot之后 一定要拦住我 三个就不行了 对 然后后来大家说 你过了三个shot之后 没有人能拦得住你 就开始抢酒喝了 我们也得喝六个 差不多 我给大家讲 稍微讲讲 因为当然很多朋友 都知道这个塔克拉 是什么东西 龙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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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这是一种植物 然后它是蒸馏酒 简单讲 这个塔克拉 龙舍兰 就是墨西哥二锅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墨西哥二锅头 高度的蒸馏白酒 就是很猛的 对 咕噔咕噔咕噔 完全就是跟 喝二锅头一样 对 但是你让咕噔二锅头 我可能咕噔的费劲 费劲 但塔克拉 它那个味儿 那个风味 我觉得就是 它也冲也呛 但是我觉得 我能欣赏 而且你咕噔一口 一个哨子下去 然后有一块柠檬 哎呦 就那一下 酸不溜 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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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今天还喝了一个 对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麦斯盖 麦斯盖 对 中文翻叫麦斯卡尔 哇 那是个什么 这个其实 它跟龙舌兰 是一种植物 来酿的这个酒 但可能工艺 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我不知道 龙舌兰 那个小口到时候 比较专业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讲 麦斯卡尔 它是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 也属于蒸馏酒 蒸馏酒 它是先把那个 龙舌兰那个根 它只用那个根来酿酒 因为根里有很多汁水 把这根捣烂了 捣烂了之后 应该是放火上熬 它就会变成颜色比较深 变成可能又咖啡色那种 然后变成咖啡色之后 接一个管出来 然后可能底下加火烧 它就会通过那个管 这也是蒸馏酒 就是蒸馏酒 但是这个酒 这个酒太好喝了 风味不一样 这个酒 我喝了一口 我一下就感觉 这个好 它哪好 哪好 因为 比如我们喝龙舌兰什么的 包括喝什么福德家 很多酒 它其实就是蒸馏酒以后 然后直接就进瓶瓶装了 然后你喝到的 其实是带有一点点的原材料味道的酒精 但是你喝二锅头 你为什么喝不出来 有原材料味道的酒精 是因为它绿的比较 就是第二锅 它绿的比较干净 那个原味 你竟然喝不出来了 二锅头的意思是第二锅的意思 对 头锅酒 二锅酒 就是二锅酒的酒头 叫二锅头 原来这名字是有意思的 废话 你以为了 我以为 随便起 我以为你跟五粮液一样 因为二锅头听着牛逼 对 跟二锅头 听着牛逼 听着漏 二锅头 No go 听着特别特别野 太讨厌 二锅头 然后我接着说回来 但是比如说 我们喝龙舌兰的时候 其实只能喝到一点点 它的原材料的味道 你喝到那种比较特殊的味道 其实是原材料的味道 如果你去日本喝烧酒 它分 比如说有那种鱼头做的烧酒 有那种鼠类做的烧酒 你都能喝到那种鱼头鼠类的味道 就有点像丑阿子那种味 对 但是今天喝那个 那叫什么 Mascale Mascale 这个酒不一样了 它喝进以后 它有过桶的味道 什么叫过桶的味道 就是这个酒蒸馏出来以后 它会放到那种 类似于橡木桶一样的 那种桶里边 然后它可能还会经受 什么当地大自然的 风吹雨打 甚至会加一些东西 所以它里边有那种 时间和大自然的味道 我这么来形容 如果说用直观一点的语言话 可能会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这个我特别喜欢 这个有点像那种 苏格兰的威士忌的那股劲 对 这个当地人好多人喜欢 就是真的是特别喜欢喝酒的人 才喜欢喝Mascale 因为龙舌兰就是喝着爽 对 喝着一杯特别爽 它就酒精嘛 对 但是就酒精带着那种鱼 但是Mascale这种可能是 它有一种 就像刚才小虎老师说的 有味 它有味道 因为我只是知道 它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但是我不喝酒 所以说很多人品 可能是照着什么苏格兰威士忌 那种 有可能 我要去查一查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但我猜 它可能过过那种木桶 然后那个桶本身 是有味道的 然后海风吹 海风也有味道 对 然后有的苏格兰那边 它会加什么泥梅 都会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刚才喝那口 我感觉 好酒 那个真的好 真的 我今天要不是为了录音 我就多喝点 是喝酒的 特别喜欢 但是我有一个觉得 不能接受的点 就是这个Mascale 这个味道很好 我在墨西哥也喝了 我用你带我喝了 墨西哥喝了 喝了 调的鸡尾酒 调的鸡尾酒 拿它当鸡酒 调的鸡尾酒 调的鸡尾酒 那你喝不出它的酒 它不是鸡尾酒 不鸡尾酒的问题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杯杯的盐上 整个杯杯的盐上 整整一圈 涂盐了 半圈盐 半圈辣椒 那红色的是辣椒 很辣椒 李智姐完全说 这从哪下口 这边是盐 这边是辣椒 从哪下口 而且盐特别咸 辣椒特别辣 这真的盐 对 我怎么喝 怎么喝 我不知道 我没喝过 我傻眼了 最后说实话 我也笨了 我就拿了个三斤纸 把这一圈 给它杠掉了 但实际上 你杠不掉 你杠的过程中 它那些渣全掉酒里了 就还是给喝进去了 后来一想 拿吸管啊 没想到啊 实际上应该怎么喝 玲姐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 墨西哥人 他们的口味特别重 一个是喜欢咸的 喜欢甜的 喜欢辣椒 所以这个不是说 这个酒该怎么喝 他们就这么喝 我也曾经质疑过 为什么要放盐 为什么要放辣椒 墨西哥人说 因为我们喜欢呀 等于说嘴 就是要接触那个 对 因为他们没事 你知道墨西哥 我第一天刚到墨西哥 喝了一个 墨西哥的一个 算是鸡尾酒吧 那个是我完全 对墨西哥文化 完全不知道 就是看大家在沙滩上 大家人手一杯 都在喝 我说这个一定很好喝 所有人都在喝 我就点了一杯 它叫Michelada 它是怎么做的呢 相当于有一种 类似于像番茄汁 那么一个东西 就是像罐头 瓶装的 你可以在超市买到 味道就有点像番茄汁 但是加了很多 比如花菜大料 这种番茄汁 然后把这个番茄汁 先倒到你的杯子里面 它会给你上来一个啤酒 你把这个啤酒 对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 这个不叫Michelada 最重要的是 在杯子盐上 撒一圈 不是辣椒面 那人也喝的是辣椒面 它是撒一圈辣椒酱 然后你喝的时候 就是又咸 又有啤酒味 又有番茄味 然后这个呢 因为它那个撒的 它那个是液体的 所以它会留在杯子盐上 墨西哥人怎么喝呢 你不能浪费呀 喝一口酒 拿手 摘下那个辣椒酱 再吃掉 杠着吃 对 就是它把它弄掉 人家是必须要 不能浪费 全都吃到嘴里面去 我就觉得有点 这有点像北京缩钉子喝酒 有点那个意思 缩着辣椒酱 就是感觉 感觉就是 就下酒菜 算了 咱也别买了 是吧 弄点盐 弄点辣椒 然后咱就一边喝着 一边抿着 来吧 来吧 喝起来吧 对 所以说墨西哥的风味 整体来讲 我觉得 让我说 我觉得比较狂野 就是它这个味道 特别的容易有极致 对 你说这点 是吧 可以啊 特别咸 特别甜 特别辣 特别酸 对 所有的味道都是特别 他们食材里 就是最常见的几样 除了刚才说的之外 香菜 哪都能吃到 基本上 他们应该当地 没有不吃香菜的 对 我去墨西哥之前 我可能没注意过 除了咱们中国人 还有别的国家人 吃香菜吗 亚洲人 多多少少会吃一点 东南亚 对 但是没有像咱们中国人 吃的那么多 是吗 就没有说像 比如说咱们吃个什么 面里边 整个那面满了 全是香菜 香菜几点汤 对 欧洲人也会吃一点 也会吃一点 但是不是很多 不是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身边 总会有几个 不吃香菜的朋友 对 肯定有 可能我觉得这个比例 有个百分之三四十 不吃香菜 反正不少 但是在墨西哥 我去的东西 我就惊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个国家的人 会比我们中国人 更爱吃香菜 而且全民吃香菜 没有见过不吃香菜的人 怎么吃呢 他就是把它切成末 然后就像我们吃tackle一样 他把它上在桌子上 因为我们今天吃那个 他上来可能有 有一个拌的 西红柿洋葱 拌的一个小菜 我看到了 包括那个两个酱 它属于叫topping 就是你饼上可以加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加 在墨西哥会比这个多得多 比如常见的就是辣酱 可能至少有两种 一种红酱 一种绿酱 还有别的各种的酱 然后就是 拌的那个 类似我们老虎菜 就是什么 辣椒 香菜 西红柿洋葱 这要钱吗 在墨西哥 不要钱 这些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 对 然后呢 还会有洋葱 切的洋葱碎 会有包括 李叔爱吃那个酸辣椒 包括一定会有一叠香菜 这挺厉害 标配 对 就是标配 还有就是柠檬 因为我觉得可能 国内青柠檬比较贵 所以说可能今天中午 它可能挤在菜里面 但也可能是用的一些 黄柠檬 因为我们国内青柠檬 不太好买 对对对 就是香菜 可能我们吃那taco 里面有肉嘛 他会把它堆满 所有的配料 洋葱香菜 然后再挤上厚厚的一层 半个柠檬 半个柠檬汁挤进去 对 墨西哥人柠檬 就跟不要钱一样 就拿柠檬当醋用 对 他们没有醋 因为他不需要吃醋 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 他们吃肉比较多 柠檬这个酸 可能会比较助消化 解腻 可能就是叫什么食物 大家这么吃是有原因的 这个特别像 之前那个坎老李 坎老师去德红 不是他就说吗 德红这儿没有人用错 对吧 他是这么说的吧 都是柠檬 都是柠檬 我们这都是大自然的酸味 不是经过什么发酵再来的 对 那我听这意思感觉也是 也是 反正我自己会觉得 它那个味道方向的确很极端 那个酸可是真够酸的 对 柠檬的那个酸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就压倒了 但是今天我们家 他还没给上那么多香菜 没有 没有 没给上香菜 因为我们有人不吃 可能还会觉得 对 他多少还是有一点点 那个等地化 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吧 对 那等于他给出的 这一大堆配菜 特别像咱们那个 比如中国那些饭店里边 给什么什么 酱油 醋 对 什么辣椒酱 小料 就摆在那 你就自己随便加嘛 就好像你在什么 百思特 百思特里边那个 吃那什么呀 早上吃那个米线 对 耳块 然后他不是说就好几十种 那不都不要钱吗 不要钱 大木棍子 大木棍子不要钱 对 珊瑚交根 珊瑚交根 哎呦那特别好 我拿回家 那熏着可好 特别棒 墨西哥也就 基本上像我们去吃 还得捞那个小料台 嗯 就是摆满了各种酱 各种配料 黄瓜 什么黄瓜丝 洋葱丝 哎呀 怎么又饿了 不是刚吃完了 哎 所以说这个 墨西哥菜啊 不大精神 嗯 是吧 而且 而且 墨西哥菜 我大精神 我不爱听 那得拨小精神 对 拨小精神还好是说嘛 对 但是但是这个 我得说 可能我的确这个 可能上辈子是个墨西哥人 哦 有可能 对 就是有一个墨西哥味 对 因为我去之前 我已经预测到 我会有可能 很喜欢墨西哥菜 哦 但没想到那么喜欢 嗯 一顿觉得好吃 一顿觉得好吃 那说明是真喜欢 也吃不腻 吃不腻 当然因为只待了一周嘛 我也不敢说 我待一个月两月 一周时间不短了 是吧 一周时间不短了 李志姐是我见的 第一个中国人 觉得墨西哥菜 非常好吃的 哦 因为我在那边 还是遇到一些中国人嘛 大家都会觉得 还行 就没有说那么好吃 他是我见第一个 觉得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感输爱吃吗 感输 你和感输 点不一样 感输是去 所有地儿玩 都说太好玩 太好玩了 你是就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那估计我是第二个了 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我很喜欢 所以这个 光美食啊 其实没聊完的 还有好多要聊 还没开始 还没展开呢 对 那我们要不先放首歌 英姐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 其实在墨西哥人 大家知道 南美人特别喜欢跳舞 然后呢 萨洛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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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应该是 哥伦比亚起源的 但是可能每个国家 比如古巴人 特别喜欢跳萨洛萨 然后呢 哥伦比亚人喜欢跳 墨西哥人喜欢跳 但他们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在 我去了墨西哥之后呢 墨西哥人更喜欢跳一种舞 我们叫公比亚 这种舞也是起源于 哥伦比亚的 他和萨洛萨是这样 他的节奏的 重拍是不一样 都是四拍子 但是他重拍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有一些 然后我要放的这首歌呢 是在墨西哥一首 非常有名的歌 就是可能你晚上去酒吧 都能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是 跳公比亚的一首 比较典型的 公比亚节奏的一首歌 跳公比亚的人 都知道这首歌 是一个属于比较红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的名 翻译成中文叫蓝色天使 哎呦 这名字起的还挺雅 来不听这首歌 哎 因为我永远都要更为你 我愿意让你更高兴 今天明天我永远都要更高兴 我的心里是你爱的爱 你你觉得你很正常 acostumbrado estás tanto al amor que no lo ves yo nunca he estado así si de casualidad me ves llorando un poco es porque yo te quiero a ti y tú te vas jugando a enamorar todas las ilusiones vagabundas que se dejan alcanzar no verás que lo que yo te ofrezco es algo incondicional y tú te vas jugando a enamorar te enredas por las noches entre historias que nunca tienen final te perderás dentro de mis recuerdos por haber mucho llorar nunca es suficiente para mí un solo de maquilas un solo de maquilas 亲身体会了 对 我还没去过 我还是想问问 陨姐在那生活的一些事 包括你们村的那些事情 贵村 对 我想了解了解 没去我就听听 我也过过瘾 行 那就允许你问几个问题 让回头感受 少问几个问题 好 我看陨姐给拍的那个视频 刚才给我们看 然后就是说 有什么特别使的乐队 那是王灵杰是吧 那是王灵杰 王灵杰最著名的一个地方 我们吃的 然后吃了之后 乐队特别使 特别使 然后说接下来还特别使 然后有七个特别使 对对对 然后最后一起成了一个大事 对 最后一个节目 是七个特别使的乐队 一起合作 对 我说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夸张 对啊 因为说我这有视频 你看看 我一看 确实有共识 水平是一般 但是人家很开心 但是人家很开心 那个地儿离你住的地儿远吗 那个地儿叫瓦哈卡 相当于 它不是王灵杰的发源地 但是是墨西哥过王灵杰 最著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家说 要过王灵杰了 咱们都得去瓦哈卡过王灵杰 然后酒店一定要提前两个月定 要不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你们村 不是我们村 你们村叫什么名字 我们村叫 来 李志姐来 我们这村叫什么呀 你们这村 我还真会说 怎么说 圣克里斯托瓦尔 德拉斯卡萨斯 棒棒的 牛逼吗 这么长啊 对 就是它的城市的名字 那么长 就叫这个 叫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没说错吧 说的非常对 这是他们那个州 就是墨西哥最南边的一个州 叫 Chiapas州 那个 它是已经到了那个墨西哥 因为愿往南 它不是越窄吗 对 然后最后就是变得特别细了 对 你是到 它是那个横过来那 就横过来 但没到那个最细的那块 对 最细中间还有那个中美什么几国 还有什么巴达马 到巴达马那是最细的 对 我还是在往叫拐弯那 拐弯那块 他们那州其实南边 已经靠近维迪马拉了 那你岂不是两边都是海 对 就是北边是大西洋 南边是太平洋 但是都离得有点远 都300公里以上吧 有300公里呢 我以为也就是10公里 开手车一会 溜溜溜就到了 那是巴达马 李叔说你们那块算是那什么 墨西哥丽江 说都是 大理 对对对 墨西哥大理 都是那种外国人在你们家住 对 就是外国的居民很多 好多人其实跟我的故事差不多 就是第一次来墨西哥玩 觉得这个地儿挺好的 然后我本来想住一星期 结果住了住了住了10年 就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听说 对就那么个地儿 那这住10年那是怎么着 是租房 你现在是租房还是买了房 我现在租房 因为那个地儿买房 房价也不贵 但是不太适合投资 就是你租房已经很便宜 干嘛要买房 你买房的钱可以租200年 那你干嘛一定要买房呢 你房多少钱 我房子相当于它是一个 因为可能在我们国内 我们都是住这种 叫什么小区公寓 这种可能集中住宅的方式 只能我们亚洲多一点 别的比如美国欧洲什么的 相对来说人没那么多 就是没有必要往上盖 就平着盖就行了 所以它是一个房子 我那个房子相当于房东 从中间相当于一批两半 做成了两个类似于公寓吧 就是连排吧 两个连排 然后我有个邻居 就是我们两个共同分享这个房子 但是我们那个院子比较大 因为它相当于是 我们的山比较多 相当于是在一个小山坡上 就整个这个山坡 都是我们院子 有个五六百分米的院子 挺大的 有一坡是吗 对一坡在坡上 然后他们那 其实一个二层小楼 上下两层 就是基本上一个大厅 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 两间卧室 还有一个真的是巨大的院子 里边停了英姐的车 英姐开什么车 我开一个福特的一个SUV 然后他邻居了一美国老头 就住隔壁的 开一道mini1 他那是1976年的应该是 是吗 对 而且那老头就是好像 腿脚已经很不利索了 走道都走不了 能开车 挺厉害的 人都是墨西哥人往美国跑 这老头 对 而且是黑在墨西哥 一美国人黑在了墨西哥 他是应该在差不多70岁了 他在墨西哥应该是黑着 黑了14年左右 我说这第一次听说 有美国人黑在墨西哥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什么 明媚正觉 不是 这是那个正大光明的 就来墨西哥住 应该也不太会费劲 不要黑在这 那还没说呢 多少钱 你那房子 我那房子相当于 有七八十平米吧 算上使用面积 一个月水电全包 1500块人民币吧 这不要钱 你就知道这个墨西哥的物价 什么水平 我那已经属于豪宅了 好多人都住不起这1500的 1500人民币就是豪宅了 对啊 我跟你说真的 我别的不敢说啊 这钱我出得起 我觉得我租得起这个房子 而且还有一大山坡呢 对吧 大院子呢 大院子 我们中国人 种族天赋 到哪都能种菜 种庄家 是吧 像你到那 你那么大院子 你不得 院子也是吗 西红柿 黄瓜 芹菜 茄菜 白菜 萝卜 别说我还真带了种子过去 真的吗 但是这个 真的没有种菜天赋 今年我犹豫了大半年 还是没种下去 没开始种 对 没开始种 但是我的邻居在种 就是他也种了点玉米 就是有块地嘛 随便种点啥 美国人 对 美国老头 然后是他的那个 打扫卫生的阿姨 帮他种的 后来我有一天去看 都被虫子吃光了 因为他也不施肥 他也不打农药 就是全都是虫子 就他的这个养殖方式 跟墨西哥人是一样 对 比较粗犷 就是撒地里就不管了 那你那个房子里边 有什么什么取暖设备吗 我应该那个 比较像冬天 你那块冷吗 冬天应该最低温度 到不了零下 因为我那海拔比较高 差不多2200左右 冬天最等的时候 晚上估计三四度这样的 那也挺冷的 也挺冷的 对 但是没关系 小时候经常在 影视作品里 看到家里人烧壁炉 觉得这外国人 太爽了 当然我没有火炕 也很爽 但是没见过壁炉 迎接烧壁炉 真有壁炉 真有壁炉 但是那个壁炉 我们想象中的壁炉 应该是特别大 特别豪华 带着铁栅栏 带着各种工具 墨西哥的壁炉 比较简单 我们其实叫 Chimney 就叫烟囱 就不过有个烟囱 然后我当时想买一套工具 就是我们那什么刷子 什么铲子 发现整个墨西哥 买不到这个东西 墨西哥人过得也比较粗犯 反正就是拿手放里扔柴火 然后点火就烧 对 而且就是关于他生活的事 因为我在那住的时候 我就每天一回家之后 就说 Chimney 来来来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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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生活是冷吗 不冷 不是 不是冷 是烤着火 舒服 想玩 就想烤火 但是你也生火 我觉得水平确实一般 不会生火 就是慢 他可能生个火 得生个一个来小时 半个小时 能着起来 半个小时都颓了 半个小时 那火能真正着起来 因为他里边有个东西 就是引火的那几根 他们叫明子 我们东北叫明子 小火老师知道 明子是什么东西吗 反正你说我大概知道 对 明子就是 它是松树里的某一部分 但是木头里面浸满了松油 一点就着 我们东北叫明子 就是引火用的 在北方农村 北京的郊区 原来烧火的时候 因为不太容易找到这种东西 其实一般就是用那种木材 或者说比较软的东西 然后去蘸一点煤油 或者蘸一点机油 有时候用报纸 对 用报纸你点木头费劲 点木头费劲 但是会蘸点油 然后去点也可以 但名字它是这样 它里面是天然的松油 点起来之后 就那个味道非常好 很香 包括好像后来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抽雪茄 专业抽雪茄 他们也是把那个名字 劈成小根 拿那个点雪茄用 你还讲究 讲究 那有名字怎么也点不着火 那个就是技术不行 这个我爸去年去 特意培训了我一下 就是这个木头怎么摆 对 得有留出空隙 让它能呼吸 对 有空气在里边能流动的 对 然后去年我爸教我就说 这个木头一定要多放 因为多放木头才好着 然后今年赶叔呢 今年六月份也去看了我一下 赶叔跟我说 你点不着多放名字 然后我说 爸 你们两个这个 一个告诉我多放木头 一个告诉我多放名字 根本没有人告诉我 怎么摆这个木头 这感觉跟火面一样 对 面多的放水 水多的放面 而且有特别牛逼的一点 就是赶叔生活 特别牛逼 哇 赶叔这是震惊我了 是吗 对 比他爸还牛逼 比我爸还牛逼 我爸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赶叔就是 他会把那名字撕成小块 然后怎么摆 像摆一个镇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上面这张木头 瞬间就能 那个火就着起来了 那我觉得还是 赶叔说的对 那我觉得多放名字 多放名字 对吧 谁谁又好听谁的 对啊 赶叔点的宽 那也挺赶叔的 是吧 但是我去的时候 听见鸣门没少放 也不好使 还是不会摆 还是不会摆 那可能是赶叔 心里的火也比较大 赶叔失了反 自带火属性 自带火属性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 这个壁炉 真的能取暖吗 就是看着 好像烧了一堆火 看着挺暖 你稍微离那火 一点点 它不就不暖了吗 其实这个 因为我爸是学建筑的 我爸就给我分析了 他说这个壁炉 其实是取暖来说 最没有效的一种方式 它可能对这个热量的利用率 可能只有10% 因为它那个 相当于火是在外面 是漏着的 没有说我们一个玻璃罩 它是漏着的 所以说你就不要烟 从来做得非常好 要不然会烟会往屋里跑 所以说就是 那个烟囱非常高 直接通到房顶 就一根直烟囱 所以说你点了火之后 可能90%的热量 都跟着烟就跑了 对 所以这么做来说 可能还是我们的老组织 我们这个火炕 包括我们东北火墙 这个是最好的取暖方式 对 但有时候你说 你那个乌鱼 后来就这个 生壁炉灌烟了 是怎么回事 灌烟是因为 它烟都是往高处跑 哪有动 哪有空气 能溜头 它往哪跑 结果有一次我点火 怎么点那个屋里 就全都是烟 后来我发现 楼上的一个房间的窗 是个落地窗 落地窗开着了 所以这个烟 它也会找大的地儿跑 你知道吗 烟囱小 它会找那大的地儿 流通到空气快 它就往那边跑了 等于说你这屋子 成一大烟囱了 对 我整个屋被淹走 那这个暖的利用率就高 利用率高 这就高起来了 对吧 对 因为我自己看 我看那个鼻润 我都觉得 它真正暖和的地方 一定是你离它近一点 你站在它附近 坐在它附近 然后一个老头 坐一个摇椅上 躺椅上 就是我呀 然后膝盖上 搭着一块布 然后手里拿着一本书 就这样过去了 过去了 就这样睡过去了 就这样睡过去了 感觉很温馨 但实际上 没有那么暖和 因为我小的时候 经常就是在 我奶奶家 在农村 就是老去玩火 玩灶台 那边睡稍后 你会感觉到 你离灶园越近 越暖和 你稍微离开两三米 就感觉不到热气了 对 包括火勺着 这边的暖和 火一灭 立马就凉了 立马就凉了 然后火炕 它取暖是因为 炕碟有到 其实是热的烟在底 烟在那个通道里边 来回滚 对 除非你直接把你的床 放在你的烟囱的两边 就是 贴着烟囱近一点 我想过这个办法 真的吗 因为楼上一点都不暖和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可能我们中国人 因为我们人口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经常 比较节省资源 这个木头呢 我们物尽其用 我烧一个木头 我得想办法 把它这个热量的 都得用了 别糟了 对 但是比如说你在北美 像美国 美国木头也特别多 然后墨西哥 我们的木头相当便宜 可能一捆木头 披成了匹柴 有个十根左右 和人民币也就三四块钱 还有卖的 对 那我去点 我不能去砍树 我以为你自己弄的呢 是吃到集市上去卖的 相当于有人 他去砍树 然后卖这个柴火 这不就是乔夫吗 真是乔夫 然后把柴火堆成柴火 堵 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 很少能看到这种情况 见不着了 然后包括我隔壁老头 他特别牛逼 他有一年 我刚开始不知道 去哪买木头的时候 他经常会给我木头 但我就觉得 人家也花钱买的 我说这个我用多不好 他说 没事 我前两天刚砍倒了院子的一棵树 我用很多匹柴 华盛顿啊 就是他这帅 看着腿脚 他还在乌树 砍了一棵树 然后就会有很多木头 然后后来 因为他很便宜 所以说可能我爸说 你使劲烧 一个月你能烧200块钱吗 那倒也是 对 多放木头 多放木头 行 这个取暖的问题是这样 我听说你当时不是 水还挺费劲的 这个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墨西哥 其实它也属于这带国家 就是它可能不分四季 它只分旱季和雨季 对 就是雨季基本上 我那是从五月份 一直开始下雨 一直下到差不多十一月份左右 我去的时候那雨下的 李智姐真是见识过 什么叫雨季了 就天天下雨 而且就没有任何的征兆 说下就下 是哪种雨啊 就瓢泼大雨 那么猛 对 大晴天 然后突然十分钟 呱就下来了 就瓢泼大雨 那雨有劲吗 有劲啊 哗哗的下啊 像抽嘴吗那种 就是打伞都不太好使的那种 特别的 而且那个街道 本身那种小城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街道很窄 特别是那种小矮房子 就一层 然后房子就五颜六色的 特别漂亮 然后哗一下那雨 就没过脚板了 那不会就灌进屋里啊 屋里不会灌进屋里 所以说你没有发现 我们那儿就相当于两侧的 行车的马路 两侧不是有人行道吗 对 你没有发现人行道都很高吗 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怕这个水进屋里 整个屋子其实是被抬起来 等于说人行道先抬起了一个 屋子可能再更高一点 屋子和人行道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儿就是 一下雨就成维尼斯 但是我们俩要过个小马路 可能就两米完了 我们俩有一半天 这怎么过呀 你也蹦不过去呀 只能是蹚着水过去 那水能到哪儿 就是摸个脚脖子 对摸个脚脖子 对 而且是那样 就我们俩说 一会儿去逛市场去 咱们带上伞 带上伞 然后背着伞 两把伞奔沉 逛半天也没下 然后我们俩就开着车 回宁姐家里 把东西买的那些 什么菜呀 水果都放下 说咱们找这逛逛去吧 然后一看天 不可能下雨 把伞扔下 一出门 呱下雨了 只要你不带伞 一定下雨 哇天哪 就等于说 就是从晴天到下雨 之间没有过渡 没有任何过渡 直接一秒钟就下 劈头盖脸就下来了 对 但是这个城市很缺水 对 而且关键是我们那个 它是一个山谷 所以说城市中间是低的 只要一下雨 就变成了河 你知道 从高处往下流 水量特别大 所以说 作为一个雨水 这么大的城市 我们那城市是缺水的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的技术不成熟 没有办法把这个雨水 变成储存起来 因为我听李叔说 那缺水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限制供应 是吧 它有停水 是吧 对 它相当于是 整个的城市 每周是供两次水 可能分区片 你这个区是周二和周五给水 你这个区是周三和周六给水 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 我以为就你们的土坡上 不是 是整个城市 每周就两天有水 那你们存在哪呢 所以说在那建房子 每家都要建一个 你要是有钱点 就地下建一个储水池 可以建一个很大的 比如说几立方米 五立方米什么的 一般都会卖那种水桶 就一个大黑的水桶 可能一个水桶 能处一立方米 比如像我那 我是个山坡 我就把这个水桶 放在山坡最顶上 它就有天然的水压了 就可以用 所以我到墨西哥之后 养成了一个 非常节水的习惯 因为墨西哥人 他们不像我们 是可能搬到一个地方住 洗衣机是必备的 但是墨西哥人 他们都是习惯用公共洗衣房 大部分人家里没有洗衣机 但是我搞了个洗衣机 所以我就要算计着 明天周二来水了 所以我明天上午 先洗完澡再洗衣服 否则就会造成 我洗完衣服之后 我没有水洗澡 而且这个水 你必须要等到 可丁朋友 那个时间段 开始给水了 你才能存有这个水 假如没水 就真没水了 那你怎么把你的水 放到你那个水桶里去 这个就是房东 他们相当于有个水泡 就是来水的时候 怎么有个 这个好像这个基础的技术 他已经帮你设计好了 对 这就不用管了 帮你弄上去 对 这感觉回到农村了 加上有个大水缸 对 就是大水缸 水缸上有个水缸 水缸上有个大水咬子 现在我大姨他们家 就是在门头沟 我们那个叫洪水域 也是先量供水的 也先量 对 一周好像也是一两天有水 对 就是拿水缸 存集水缸 然后就能用以外那种 对 但是英姐他没水 一个是他洗衣服 他洗澡 他做饭 他喝水 他用水地方多 他墨西哥人 根本就不喝水 那么喝可乐 你像我们一个人口 不到20万的小城 没有任何工业 可能有几个加工玉米饼的厂子 然后我们那有一个可口可乐工厂 所以说这个缺水 可能还有一部分 是可口可乐工厂 因为墨西哥政府 还是比较腐败的 他把所有的水源 都卖给了可口可乐 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 整个城市比较缺水 所以我们那经常 就是隔三叉五的 就是游行 就是反对可口可乐 但是墨西哥人 他反对可口可乐 但是他对可口可乐的需求量 非常大 墨西哥因为我去过 一些比较偏远的小山村 可能就像一个山村 可能也就石户人家这种 就是你走到哪 什么都没有 一定会有可口可乐 对 包括我们中间去参加 他们当地玛雅人的一些集市 他们一些宗教的仪式 地上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 小城可乐 包括他们亡灵节 因为亡灵节会有贡品 他们会贡可口可乐 那是把我们这最好的工人家 我们这什么最好的 我们这可乐 它卖的贵吗 应该也不便宜 两升的可乐 可能卖到 差不多也要10块钱人民币喝 也不便宜 那比国内贵呢 国内好像到不了10块钱 超市里 反正我觉得应该比我们的贵一点 但是比我们的甜 甜度更甜 甜度更甜 我们喝的可乐已经非常甜了 已经特别甜了 这么说我跟墨西哥 还真好像没怎么喝可乐 你没喝可乐吗 喝一个 这有一个 我舍不得 就在我们那书架上 有两罐 我跟墨西哥带回来的 可口可乐 不是那不是玩具啊 不是玩具啊 那就是超市买的可口可乐 对 就超市里买的 它是墨西哥的限定版 上面画着一些墨西哥的本地的民族人 穿着民族的服装的 这好 这个限定版 墨西哥限定版 直接带回来 我还以为你是买的玩具呢 我那摆着 感觉是真可乐 真可乐 行 马尼和可乐 这么一听 我觉得有点矛盾 因为你像那个地方 感觉生活其实挺舒服的 然后物价也不贵 生活成本有很低 但是又出现了缺水的问题 但是它又成天下大雨 感觉哪都不挨着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城市的管理 没有那么的严谨 什么的 因为墨西哥政府还是 因为我坐在的州 是墨西哥最穷的州之一 它也是有点像我们的云南贵州那边 就是山很多 然后路呢不太好修 都是排山道 没有修不了高速 墨西哥呢也没有火车 火车都没有 墨西哥在北部 靠近美国那边 有一些运货的火车 但是墨西哥基本上没有 就运人的火车 那就全靠公路了 汽车 对就是汽车 但是汽车就是非常 因为路不好 所以有时候特别不好 上次我是过王林杰的时候 从我们州去隔壁州 可能也就差不多三四百公里的路 正常的话是十个小时汽车 我在墨西哥真的没有坐过汽车 我说要体验一下 结果他们可能这种行政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是州嘛 可能每个州是有那种资质 有点像美国那种那种state 是每个州资质 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诉求 说我要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政府不给我 那我就把路来上了 你就谁也别过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结果我们走到两个州交界处的地方 他们把路栏上不让我们过 我们只能再回到我们村 然后走另外一条路 结果十个小时的路程 我坐了28个小时的汽车 我的天 大巴是吧 对 我说我再也不要坐这个了 不是 那你这车上这住啊 睡觉啊 吃饭 那怎么解决 上厕所什么的 就只能一会停车 大家买点薯片 买点可乐 买点玉米片 买点玉米片 对买点玉米片 然后上个厕所 然后在车上继续睡 就28个小时 你到哪去 反正别的没有啊 这至少这个玉米片和可乐 我们是有的 对 什么地方都能买到 什么地方都买到这种东西 对 然后那个 你说到这个墨西哥的整个 这个政府职能 这不得不提前一阵子 有一个新闻 逼个news 这个新闻啊 你也知道这个新闻吗 对 这个在整个拉丁美洲 已经沦为笑柄了 墨西哥政府已经是 没有办法说了 已经 你给大家说了 这个是这样 这事太离奇了 就是墨西哥有一个大毒枭 名字我不记得了 好像是 好像是今年年初吧 是在美国被抓着了 还是被引渡的 应该是在美国被抓着了 然后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于是呢 他的儿子就接管了 他在墨西哥这个贩毒集团 应该是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 然后今年呢 政府可能警察有一个行动 去抓一个小毒贩子 结果进去之后 没有发现意外的抓到了 这个大毒枭的儿子 就是现在的贩毒集团掌门人 黑老大 对黑老大 然后呢 墨西哥政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他们在想 我怎么办呢 这是没有烫手山芋 没有想到 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办 就办了他呀 大毒枭啊 给他逼了 对 销手势众 就是啊 就是还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这个大毒枭的时候 这个贩毒集团 已经各种什么皮卡机关枪 开始来包围城市了 就能想到那个话 可能坦克估计可能不会有这种重型 但是已经我们想象中那种啊 就是围攻城市了 然后墨西哥政府就慌了 说我们这个一打起来 我这个伤极无辜啊 这不行啊 冠冕堂皇的这个油啊 这不行啊 这个我们把它放了吧 你们都撤就退了吧 结果在可能抓到了四个小时之内 就把这个大毒枭放了 等于说 我理解啊 就感觉这帮人去劫阀场 就说我们 你把我们老大抓了 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然后这咣咣咣就过去了 就开始打 结果呢 还没等您救呢 人那边已经把人放出来了 对 抓错 抓错了 抓错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 我复盘一下啊 就本来就是把这个儿子 新的这黑老大 抓你以后说 哎呦 怎么是您呢 你看 哎呀 本来就没想抓你啊 这个本来我想抓那小孩啊 抓那小孩 不好意思把你弄你了 我们就给你放了 给你放 就当没发生过 结果这边还没出门呢 那边已经打上来了 所以他也出不去了 堵门了 堵门了 谈堵门了 也没出也没出去聊 然后这边的狂打 最后哎呦 打了一气以后 然后赶紧说 那现在稍微休息会 您赶紧走吧 您赶紧走吧 反正走好 这个事 反正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 真的是 能力啊 是差点 对 毕竟这毒贩 对 我的怀疑是不是打不过呀 我估计肯定是打不过 他一般的这个 咱不说这种啊 军队什么的 你所在的地方 如果有这种政府办公人员 他们的办事效率怎么样 那是相当的低 就是在默契 我觉得在别的国家 很少看到这种画面 就是你在南亚走着 会经常每天都会遇到 就是一个皮卡车 顶上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好 特警也好 他就永远在巡逻 但是按理说看起来 他们应该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充沛的 威慑力在啊 对 但是不然一到这种事 你怎么就怂了呢 也不好使 感觉就平时这个出去游游街还行 对 真打起来 让大家看看啊 我们很有战斗力 然后那你们那儿治安怎么样 治安 因为我那是一个 墨西哥比较主要的一个旅游城市 可能我们中国人去的少 但是比如说 欧洲人 美国人啊 包括日本人 韩国人 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因为墨西哥其实很大一部分财政是来源于旅游的 他这个一定要保证 所以说像我们那白天 在大街上 基本上隔个二三十米就有警察 哦 准备很多 对准备非常多 之前我住在市中心 市中心的话 每天晚上会有人巡逻 他不是警察 可能会雇的一些保安 他会巡逻 他经过的时候 他会吹个哨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体育课那种哨 所以呢 你一听到这个哨 你就说啊 有人在这巡逻 他经过了 所以会觉得还比较安全 来一场子 对 他会你就觉得啊 有人在巡逻 然后包括你可能万一遇到什么事 你可以叫他 他会找警察呀 会出家 还比较安全 包括我可能有时候玩完 可能三四点钟 我一个人走回家 完全没有 对 完全没有危险的感觉 我们俩天天玩 玩到12点 一点才回去 没问题 街上的确没杀人 但是不会觉得不安全 对 那不会觉得不安全 因为我觉得这种旅游城市 或者旅游国家 你的安全性 是你整个这个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命脉 你不安全的话 你买卖就别做了 就好像咱们之前去约旦一样 旁边都是些什么国家 是 以色列 叙利亚 但是约旦特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国家 旅游是国民经济支柱 所以它必须安全 还真是 因为大家平时看一些新闻 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些点 都是这些打打杀杀 乱七八糟的 而且墨西哥这国家 一般毒品这个事也比较多 大家都会觉得说 墨西哥是不是不安全 那你听你们这些 至少在你们住的那个地儿 应该住的那个地儿 还是没问题的 大家如果想去旅游 我觉得这方面 还是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心 是的 只要你不把那个毒枭的儿子 抓起来 别脚上 他们也不会来打扰你 没有必要 你也配不上那么多子弹 什么冲锋枪什么的 你花不少钱呢 抓人毒枭的儿子干嘛 这不是弄错了吗 你额不在我手上 本来没想抓他嘛 然后李叔从墨西哥回来之后 就给我显摆 说你看我这个 我这衣服 好不好看 我带回了好多东西 就吃喝玩乐 墨西哥的腌辣椒 腌辣椒 对啊 还有这个墨西哥的各种 手绊 骷髅手绊 摆着 摆着 那上面也有 书架上都是 还有就是墨西哥的大袍子 大花衣裳 大花衣裳 然后李叔跟我说 墨西哥漂亮 不仅房子五颜六色 大家穿的 也都是五颜六色 而且就是五颜六色 搭配五颜六色 对 那在那边人 大家都这么穿吗 本地人 因为我觉得墨西哥 它是天生 墨西哥人对色彩的感觉 这个不是说 后天培养出来 比如我们会有 什么色彩搭配客 什么色搭什么色 他们是天生那种感觉 他们可能也没有说 我这房子 我要想刷一什么色 我要什么搭配什么的 他们就随便一刷 随便一刷都好看 包括衣服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 基本的穿搭规则 比如说你穿了一件 很花的衣服 你就不能再穿一个 很花的裤子 但墨西哥人就是 虾鼻穿 这话说的 但是穿出来还好看 非常的形象 真的是 胡鼻穿 那我其实挺想问问 就是说 比如说我想在墨西哥买一件 没有那么花的衣服 能买着吗 好像还真的是挺难的 很难买到比较素的衣服 你只能去 H&M可以 联锁店 国际联锁 这不能算 这不能算 就是他本地的自己衣服 如果你想买 就布花的 还挺费劲的 挺费劲的 就我跟英姐 我们俩去那个 是一个玛雅村落 逛店 然后我当时看上他们的 民族服装了 有一个衣服特别牛逼 是一个黑色的 羊皮大袍子 是吧 它是相当于是 他们那养绵羊 然后把那个绵羊的毛 就是整个的毛 是估计得有个十厘米长 然后把它织成一件衣服 就外面是毛茸茸的 对 特别有气势 就是你找到街上 就像一头黑羊一样 真的 一头行走的羊 就他们那个村 就是男的 人手一件 而且就是 它是从脖子 到那个基本上 脚腕子 脚脖子 整个隆起来的 然后女的不一样 女的就是裙子 只有下半身 也是黑毛大裙子 但实际上 后来你得跟我说 那根本就不是一条裙子 它就是一块布 它是裹起来 它就是一个桶 一个桶 泡了之后 这边一围 那边一围 然后一系 这样的 特别有气 包括当地的小姑娘 就五六岁那种 也穿一个小小的 一个黑的大裙子 特别可爱 特爱好看了 那你没买一个 那个行走的大黑毛羊 我试了 对 然后还拍照留念什么之类的 但是有两个原因 你说 第一 它太沉了 就自己穿不上去 你知道吗 那么重 特别沉 包括那裙子 你弄完之后 得两个人帮你系那腰带 自己系不上去的 对 那衣服就是 恨不得英姐帮我穿的 那看起来 真的把一头羊穿身上 我估计得有五头羊的毛 还不得 反正就特别沉 当然是真暖和 基本上有那一件 你冬天什么羽绒服 什么军大衣都不用了 就它就够了 而且它特逗的是 它那个两个 嘎着窝底下 有两个洞 有两个洞 你可以把手伸出来 太热的话 可以伸出来 这也还感觉不错 这很像这玛雅的雕 人手一件 人手一件 好一碗一件 而且那个东西 是我在整个墨西哥 见到的唯一一个 我觉得有点贵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 无论是绝对价格 还是相对价格 都根本就不是个钱 只有那个东西 还有点价 有多贵 在那村里卖多少 差不多在 差不多你想 五头羊 个毛 人家还给你织成那个 我不是买羊去了 多少钱 才卖一千五百人民币 你觉得贵吗 人家得织一个月 那跟雕比 那真是不贵 我听说 我听说那雕都一两万 是不是一两万 一两万起 起 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 而且那是在村里 如果到他们那个集市 也有卖的 涨到可能三千左右吧 但是对于当地人的收入水平 这可是非常贵的东西了 天价了 他们一个月收入 我国际可能就几百块钱吧 差不多 千二百块钱呢 对 所以这就算个贵东西了 那挺贵的 对 但当我没买 不是因为贵啊 是因为第一是 它太占地了 一个行李箱装一件 对 就是我恨不得为 他再买一箱子 我觉得有点折腾 第二个是 我虚拟了半天 我觉得我回国没法穿 我在哪穿啊 我就穿上走台行 我觉得回头就以后 咱们办所有的线下活动 你都穿成这 我想这件事了 对吧 我就说以后 比如我参加个什么 火雷网大会啊 对啊 是吧 就是大家都有凹造型嘛 对啊 穿了一头黑羊上的 徐羊毛演技啊 对啊 你这多牛啊 而且他们当地会有一些 这个神职人员 是做这个 这个宗教相关的工作的 一身白羊毛 一样白色的 只有他们穿白的 其他都是黑的 那我更喜欢那白羊毛 是吧 白羊毛听着也厉害 不禁脏 而且显得更热 就是那黑毛 有时候看不太清楚 白毛 我一身白毛汗在 那得多暖 那衣服其实说实话 就我有点小遗憾 就当时其实是想买的 下回再去 那个裙子真的是漂亮 就是这是我最喜欢的 墨西哥的一种民族的服饰 我一直想买一件 这东西能穿好多年 可能一千块钱 也不是很贵 不是个贵 但是我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 把在这穿 你看因为大家都穿 你穿也好看 但是但凡出了我们那个城市 到世界各地去穿 都觉得你是神经病 没有办法看起来不像神经病 我想了很多种办法 还是觉得 没有办法看起来不像神经病 我给你出个主意 带着他 两人一起穿 边上有一个大黑羊 这听着真的 说了半天 这个东西我很想要 非常想拥有 我经常演出 那这演出的灯照着你 一身大黑羊 无死你 跟你说 那倒是 然后背后我说 实在是没办法 忍痛放下了 买了一件 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能放我穿穿的 就一件 也是手工的 一个 其实是一个帽衫 对 其实 在我们村 我们管那叫 hippie sweater 就嬉皮毛衣 因为我们那地儿比较冷 墨西哥主流的旅游地儿 都比较热 所以好多人到来之后 觉得 这么冷怎么办 我得买件衣服 但是可能大家又不想 花很多钱去买一件衣服 就觉得随便穿一穿 那个衣服就兼顾 好看 保暖 而且便宜 平均人民币也就40块钱 对 一件毛衣 40块钱 那么便宜 而且颜色 可能恨不得得有一百种 不同的配色 每一件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手工做的 因为墨西哥的人工不值钱 对 就是颜色 每一个都不一样 然后五颜六色 眼花缭乱 太想要了 对 然后我当时一看 我几眼了 买买买买 这个买买 买买买 你别说 真的 我觉得他那个衣服 其实还挺适合你 适合 就是你穿上以后 感觉没什么违和感 就你的这个肤色 气象帽 个头 个头 你再过一个 大中风 大中风 我大中风 玛雅人 玛雅老头 戴着帽子 高顶的帽子 我能看见帽子顶 你这大身高 一比七几 大中风 然后最后买衣服 特别美 结果巧不巧 我就回来之后 不是录李安的节目吗 开始录李安的电影 制造伍多斯托克 那电影里边有一段戏 讲的是伍多斯托克的一个 相当于是发起人 就是美国当地的一个青年 他就说 我这这么大的一个音乐节 是我弄的 都快结束了 我还没看 要不然我也看看去 往场地里走 结果路过一辆房车 房车里有一对 不是 一对男女 一对男女 两个人正在寻欢作恶 然后就跟他招手 说哥们来 进来一块玩 他又进去了 进去之后 然后就一段 就特别非的剧情 就三个人度过一段 快乐的时光 然后电影上早上起来 这哥们出来了 然后穿着一件毛衣 跟我买了一件 一模一样 嬉皮饰 嬉皮饰 你想那个是 第一届武特托克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1999年 对 就说明 这个衣服 它不是说当地人 就是刚发明的 说明它是一个 传统的一个衣服 30块钱 这刚厉害了 这刚厉害了 就是嬉皮毛衣 嬉皮毛衣 太好了 就是回头 我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嬉皮毛衣和羊毛骨 就算了 那个太热了 包括感叔去的时候 他也买了一件 后来感叔离开我 那之后 应该去了 东欧的什么国家 我一看感叔 天天穿着毛衣 他有什么着 都穿着毛衣 我说你又多爱这毛衣 天天穿着 发帮我圈 那个毛衣就是在那买 对 就跟我那基本上是同款 是吧 对 它是蓝色的 颜色不一样 我见到我 天天穿 看出来了 这嬉皮毛衣 是不用洗的 就是永远 当然不用洗了 不能洗了 不能洗 洗了就变味了 而且这个毛衣 最牛逼之处 在这里随便扔洗 以及怎么搅 都不带变形的 真的 一件四十块钱的衣服 对 我说实话 我没洗 衣是败了 随便搅 怕它变形 对 因为这东西弄坏了 我就买不着了 对 一个是 就上面那个原始的味道 那个包姜的 哎呦 这感觉特别好 对 本地风味 本地风味 带着墨西哥的味道 真的是 行 那我们那个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问题问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这就差不多得了 你这没了了 来 咱们再来放首歌 英姐来放个啥 再放一首歌 这首歌叫 Belphidia 这回说对了 这首歌的 发音成中文 应该叫背叛 这首歌应该是 也是有很多的翻唱版本 我们大家 比较熟知的 王家卫导演 眼镜王 他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包括在他很多电影里 包括花样年华 春光乍蟹 都用过这首歌 但这首歌 为什么我们要放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的作者 其实是土生土长的 我村人 不是说墨西 是我村人 全村的骄傲 全村 我村名曲 太好了 那我们听一下 这个村里骄傲的名曲 背叛 来听一下 这首歌的名曲 是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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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l mar,espejo de mi corazón Las veces que me ha visto llorar La perfidia de tu amor Te buscado donde quiera que yo voy Y no te puedo hallar ¿Para qué quiero otros besos Si tus labios no me quieren ya besar Y tú ¿Quién sabe por dónde andarás ¿Quién sabe qué aventura tendrás Qué lejos estás de mí ¿Para qué quiero otros besos Si tus labios no me quieren ya besar Y tú ¿Quién sabe por dónde andarás ¿Quién sabe qué aventura tendrás Qué lejos estás de mí Qué lejos estás de mí 一首背叛 这歌真是 你不听 你也不知道 一听 太熟了 不就是那个吗 不就是那个 他老放这首歌 喜欢 咱们接着聊回来 不是 因为老说他的村 那个地 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个村 那到底是不是村 村是个昵称 对 人家是Chiapas 就是墨西哥分南部 那个州的第二大城市 所以我说他为什么说 我觉得他像大理 比如说我从墨西哥城 要先飞到 他们那个州的州府 跟那昆明 然后英姐当时 从那个城市开车 100公里 把我接过来的 所以那个第二大城市 其实也不小 那还行 我们村其实是 西班牙人去殖民之后 建的比较早 就第一批 建的殖民的城市 那是不是还留着一些 什么西班牙的建筑 对 包括教堂 什么都都是那会儿建的 应该是15几几年 也算有几百年历史的 一个村了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 我在村里住这几天 就吃喝玩乐 这个玩乐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留到后面 留到感觉书片 是 我们再聊 毕竟大家都去过 聊起来更精彩 对 然后这个吃喝 这个吃喝 哎呀 真是太好了 接着来 真的 我觉得就跟 我在墨西哥吃那些东西 比 咱们今天中午吃的东西 真的 不行啊 你也不能说他不行 他不哈不适 那到底是还是不适 弄得我都搞不清楚 就是他方向 方向是对的 方向是对的 但是那种 在舌尖上 是不是味道不够极致啊 对 你说那其实是不是跟食材什么有关系 就是跟食材的产地 它的新鲜程度 烹饪上的一些微妙的处理方法 其实是都是有关系的 是吧 对 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东西 你说对不对 可以说的对 但是他可能在墨西哥吃的时候 是他的十倍 对 所以在墨西哥 你像我当时吃的那几顿东西 刚刚我也都发在咱们的群里 也给大家看了 哎呦 就是 可真不好 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啊 什么什么 玉米饼啊 什么大狗啊 还有一些 我说的话 吃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是啥 就知道一边吃 一边说 真好吃 你也吃 就吃到这个份上 就比如说 有一顿饭 吃的那个 那是牛肉汤 是吧 对因为墨西哥人还比较喜欢喝汤 而且他们的汤 不像西餐 西餐喜欢喝浓汤 就那种特别稠 小伙子说那个唬嘴的那种 对对对 墨西哥那汤 跟我们中国汤还比较相近 喜欢喝那种清汤 你看这锅牛肉汤啊 我想打开这个照片啊 它是红彤彤一碗 里边有牛肉 有这个土豆 这个绿的是豆角还是青椒啊 豆角 然后还有一种 我们国内应该是叫佛手瓜 类似于就是 佛手瓜啊 但他们口感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产地不一样嘛 哎呀 旁边还要配这个汤的一小碟 里边啥 辣椒 洋葱 还有这个青柠檬 青柠檬一定要有青柠檬 没有这个就不是墨西哥菜 就光看这个汤这个样子 挺像东北菜 他们其实做的那个汤的方式 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会用很多 我们可能做汤也会用很多调料 但可能他们的调料 跟我们调料不一样 但是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什么什么花椒大料 桂皮香叶 对 人家这边是这个青柠洋葱 这个什么青椒辣椒 我哎呦 这个是不是还得来点香菜 我觉得啊 放点香菜 对 好像有一顿饭 我没拍 还是没照着 就是我吃那个 大鸡腿 甜不拉鸡 大鸡腿 那个是墨西哥名菜 那个东西叫molly 就是我觉得这个molly啊 它是墨西哥唯一 对于我来说 是唯一去花过心思去做的菜 别的可能肉 烤一烤 然后呢 那个撒撒酱呢 放搅拌里搅一搅就完了 那个是真的是用心来烹制的 它怎么做的 它相当于是 molly可能全墨西哥应该有大概20种左右吧 每一种molly 它里面原材料都是比如三四十种的原材料 哇 李直姐吃那个黑的那个molly 那个是比较有名的一种 它里面是含巧克力的 对对对 哦 你说甜不思列是巧克力的味道 对 它是含可可的 哎呀 可可味的大鸡腿 对 真的是比如说用三四十种调料 烹制几个小时烹制出来的 那它是烤的还是炖的 还是煎的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也相当于一个汁 就是鸡腿 比如说我煮一煮或烤一烤 把那个汁浇在上面 浇头 哦 这样 就浇头 等于说你点了一个巧克力浇头的大鸡腿 嗯 叫molly molly 我倒觉得有一东西 我得问问这东西是什么 哎 就是 这个一坨呀 白色的一坨 然后 这个白色的一坨 然后外边撒的十六字 哎呦 这个菜 这个是墨西哥名菜 这也是名菜 这个太好了 而且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的 语书去的非常巧 包括九十月份 正好是可以吃到这家菜 唯一的时候 我天啊 这还实令菜 对 实令菜 首先我先形容这个菜的长相啊 中间是一坨 我说就一坨 一大坨 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呢 上面有一些这个焦的白的汁 泡在一滩汁水里 嗯 等于说就是这红的籽 配成绿的叶 再加上非常漂亮 白色的一坨 特别好看 哎 霍宝 你猜猜这白色的一坨 它是个啥 挺大一坨 哎呀 这个 嗯 说心里话 我觉得像一只鸡 嗯 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啊 啊 我 我觉得就像一个烤鸡的样子 跟那个茉莉差不多 对对对 我是不是一只鸡 哎 英姐来揭晓吧 这个是一个大辣椒 就跟盘子一样大的 这东西 它是一个辣椒 辣椒 大辣椒 大辣椒 我为什么要在一个盘子里 放一个大辣椒 然后浇上汁 我要吃这个辣椒吗 咱们不是有菜 有道菜叫什么虎皮尖椒吗 那也不是这一个辣椒吧 这个 一盘菜就一个辣椒 浇上汁 这个辣椒跟一条鱼一样大呀 真的这么大个吗 对对 对 有我两个拳头 加下这么大吧 不止 那就吃这个辣椒吗 当然不是了 那怎么回事 对 这道菜 我得起个名 叫乾坤辣椒 既然叫乾坤辣椒 自然是内有乾坤 都会起名了开始 把这辣椒一切开 里边 满满的一兜子肉馅 它还不是光肉馅 还会放一些花生 放一些坚果 还有蔬菜 这么回事 那你它里边的东西 然后加上这外边的汁 你就等于要拿那个餐刀切开去 对 配这个汁吃 这个白色的汁是奶油味道吗 还是什么味道 肯定是有奶油在里面 还有很多别的一些配料 看着像什么花生碎一样 有一点甜 这个汁 对对对 有一点甜 那辣椒辣不辣 辣椒其实不辣 味道其实我觉得 跟那虎皮尖椒汁差不多 那里边的那个肉馅 是塞的满满的 满满的 完全塞满了 对 所以就那个肉馅啊 拌着这个汤汁啊 还有那个十六子的汁水 哇天呐 当时我当时吃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个反应 然后英姐的反应就是说 你真觉得好吃啊 这东西哪好吃啊 我吃过 因为这道菜 你当墨西哥 不能不吃 反正我看啊 我自己的靠脑补 不见得会好吃 那顿饭 是我整个墨西哥 我觉得吃的最爽一顿饭 就是因为我连着发了好几张图在群里 对 你看到后边还有一坨 是黄色的 还有另外一坨 你猜那是什么 哦 那个 这个很像那个日本吃的那种什么汉堡肉啊 这外边是那种带起司啊 旁边还有一坨米饭 还有一坨米饭 这些是肉嘛 肉饼 它还是个大辣椒 还是一个辣椒 什么玩意儿啊 是一种不同的辣椒 不同啊 这辣椒不一样 我也觉得这种酱料不一样呢 这个辣椒是随时可以吃到的 这个叫 Chili Lilleno Lilleno的意思就是把里面塞上馅 这个动作叫Lilleno 嗯 那那这里边也有馅 也有馅 都有馅 最大辣椒里面也有馅 馅不一样 不一样吗 其实我没吃出馅 有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 我看你也吃不出来 因为它外面那个酱料啊 因为那个是一窝的白汤嘛 这一窝的黄汤嘛 这个橙色的这个很稠 这是番茄吗 番茄味道吗 这是番茄吗 应该是有番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做的 我不知道 反正就好吃 感觉有芝士 就是整个它那个粘稠度 这个里面塞的是鸡肉 胡萝卜 包括一些土豆 什么这种塞的 对 就说实话 就是我吃完第一个大辣椒之后 其实已经饱了 对 这个第二个大辣椒呢 还是我吃的 哎呀 就是因为英姐 她确实不想吃 我觉得这一份里边 真的挺 特大分量 我觉得我可能吃不了 那么大的盘 但是我当时纯粹就是觉得 不行 我来都来了 我得尝尝 吃不了 我也得尝尝 你都吃了 第二个没吃了 第二个没吃了 但是我要体会一下 中间这个 就像那种咖喱汤里边 泡着牛油果 这是什么 哎呀 这个汤啊 这个汤好啊 就是我们俩当时 基本上就是一顿饭 点两个大辣椒 一个白汤 那个红汤呢 还有两碗汤 你说这碗汤 是我的汤 是一碗汤里边 都有什么 跟你说说 有这种大块的牛油果 有香菜末 有芹菜末 有鸡肉 就是那种鸡肉条 鸡肉柳 我找找 里边还有cheese 最重要的里面 里面还有玉米粒 还有玉米粒 这个东西叫 它相当于就是 大茶子粥里面 加了鸡肉 怪不得 我看这个 因为它那汤黄黄的 我以为它是那种 咖喱的汤 但如果你说是鸡肉的话 有可能是鸡肉炖的那种高汤 对 里面是那种鸡油 鸡的那个脂肪 然后有牛油果 香菜 真的 我们可能听众不敢吃 因为这些食材比较极端 对 那整体的味道怎么样 是哪种味道 味道我觉得就是 是偏咸的吗 最咸鲜 咸鲜口味的 然后会有一点甜味 因为有牛油果 对 所以这个汤 它给我的味觉冲击 第一是牛油果的这种甘甜 软糯 还有这个cheese 我冯朗没有喝过带cheese的汤 也就是cheese跟鸡肉 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 对 就是那种口感 对 以及这个芹菜 我本人既是一个香菜爱好者 也是个芹菜爱好者 我没有在汤里见过芹菜 这个芹菜一调这个味儿 我简直就是气冲云霄 那你这顿饭 岂不吃撑了 肯定吃撑了 而且这汤 我当时 两个汤它都喝了 因为我不爱喝那个汤 对 这个汤我当时我喝完之后 我说太好喝了 然后芹姐说 你怎么好喝吗 给我喝一口 喝一口吐了 她说这也太难喝了 这个汤还是这个汤 我以为汤变了 那鹰姐那个汤 是前面那个有一丝一丝 那个也是你的那个汤吧 不是 那个鹰姐那个汤 那是鹰姐汤 鹰姐汤里边有胡萝卜 它这个汤是相当于是一种蔬菜 这个蔬菜应该只有我们那个周友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可能类似于比如说我们的苏子叶 但是跟那还不一样 素子叶好 但它不是素子叶的味道 就是有点类似 但是就是有一股 就挺冲的 对 然后有点像什么中药 什么这种味道 然后我看也有牛肉果 是吧 他们是牛肉果 所有地方都是牛肉果 都有加牛肉果 然后我看边上好多那个酱也是牛肉果 打成牛肉果酱 你们村是生产这玩意儿 我们那就是 基本上家里有房子 都有牛肉果 说掉地上都没人捡的那种 是跟北京种枣是吧 对 满豆糕的柿子 满豆糕的柿子 是吧 香醇 核桃 就没人要的那种 对 那边牛肉果是没人要的 对 对 所以这顿饭真的 吃得我飞起 这个真是异域风情了 就异域风情了 这顿饭是我整个墨西哥 我觉得就吃的 让我最最最满足的一顿 我相信这个东西 如果在北京估计很难吃 很难吃的 是吧 因为它需要特殊的一个辣椒 而且只有石令 那几个月有这个辣椒 而且关键在于好看 是吧 红绿白阳春白雪的感觉 阳春白雪 辣没香 好看吧 我觉得就有点像 就墨西哥那大花袍 你要觉得那大花袍好看 它就是好看的 不是 但说半天 回头我们这个节目 推送的时候 给它推一下 看看长什么样 到底好不好看 到底好不好看 对 就这顿饭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我对墨西哥的菜的体验的极致了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买吃的那个烤排骨 那个是我特别爱 因为当时是我在那边修车 正好街对面 我就有一家特别特别小的店 就是我们那种 也不能叫路边摊 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农村那种村里的小店 对 铺的塑料桌布 很简陋 就是成都小吃的 差不多那个尺寸 对 然后但是我第一次去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不知道就瞎点 偶尔突然点到了一个炸排骨 对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我跟林志也说 林日远 我知道他吃排骨 带你去吃特别特别牛逼的排骨 不吃猪肉 但是吃一种叫排骨的蔬菜 对 我们这也有这种蔬菜 这么酒精逼 讨厌 然后 我带他去了 林志也觉得 你还是挺爱吃排骨的 但那个对我来说 惊为天人 没有什么这么好吃的炸排骨 他吃了之后 感觉怎么样 感觉可能因为之前 已经被其他墨西哥菜洗礼了 所以这个吃的时候觉得 好像就是比别的还是差点 是不是你觉得不够野 还是说是熟悉的味道 因为它是很正常的一个炸排骨 对吧 太正常 太正常了 没有墨西哥风情 要吃野的 对 不过Mexico 你刚才说牛股那汤就已经非常野了 炸排骨对我来说可能比较跟中餐比较相近 跟我们也是习惯 所以我喜欢 要有点蒜香什么的 你就吃更开心的 对 还有一个东西最后好像没吃着是吧 这个叫什么 大妈 大妈干嘛 要吃大妈了 干嘛呀 这个其实你吃着 就刚才我们说那个黄色汤汁那个辣椒 但是因为我们去那个店实际上当于一个正儿八经的餐厅 但大妈这个呢是相当于它是一个家庭式的餐厅 就门外连牌子都没有摆着只上桌子 你们先把这大妈这个 是大妈的什么 你把大妈的全程跟我说清楚了 我现在特紧张 就是店主是一大妈 那也不能说要去吃大妈 但是这个店没有名字 我们只能说那个大妈的那个店 今天要不去大妈店吃个饭 大妈的店 大妈的店 原来如此 然后他们家是这种 可能每天会有不同的菜单 我可能今天做五个菜 然后呢我今天都有什么 然后你选一下 大妈四方菜 对大妈四方菜 然后呢那大妈他们家我最喜欢吃就是这个辣椒 然后呢我们这个全程也记不住 我们给他起个门叫大妈塞肉 一听就明白了 大妈 真的是大妈给你塞的肉 无法反驳 无法反驳 然后你知道这个菜在他们家是多少钱吗 他们家是这样一个套餐 就是呢你在墨西哥吃饭 基本上就我们今天吃的韵片 都是餐前小吃 给你先上一筐韵片 free 对可以无限续杯 然后配着萨菜吃 然后呢再来一个意大利面做的汤 意面汤 这个在墨西哥非常普遍 就拿意大利面条煮的 可能里面有点鸡肉 但是你吃的时候里面没有鸡肉 可能有鸡汤 明白 然后上一个主菜 就是大妈塞肉这辣椒 大妈塞肉 然后呢这辣椒它会配一份米饭 我看见了 那米饭还弄一碗扣在那 对 弄一个米饭 然后呢玉米饼是管购 所以呢就是这一顿饭 可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煮食 可能我们不会说我今天又吃米饭 又吃面条 又吃包子 但是墨西哥非常整 你一顿吃了玉米片 吃了意大利面 吃了玉米饼 还吃了米饭 就是全是碳水之王啊 对 就是主食扮主食 对主食扮主食 然后这一套下来 今年涨价了 去年的时候 人民币应该是20块钱左右 今年涨到了22 而且还包括饮料 饮料可以无限续杯 大妈还不赔死 心疼大妈 就这狂吃大妈 所以这大妈赛又是我 现在可能偶尔想吃点墨西哥菜 懒得做饭了 就去大妈家吃 结果去说大妈好像没上班 大妈那天可能 我们村的人是特别懒 因为拉美人本来就懒 我们村呢又是懒中最懒的那一波 就是经常你知道 所有的小卖店 一天要 午饭要休息的 要有三个小时的午饭时间 我还要有喝咖啡的休息 大妈可能那天 可能就是不开心 或者她就不开 她本来应该开 但是她就不开心 我去那天一礼拜 好多的店 你也说这个店特别好玩 没开 这个店也没开 人家没有理由 就是不开 我就今天不高兴 或者是不行 我得跟朋友去吃饭 没起来 没起来 在路上呢 好好好 特别任性 太随意了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种 热带去的人的性格 真挺好的 就是这样 把我那可乐钱挣够了就行了 对 她就是我要高兴 你们我不在乎 所以大妈非热这回是 没吃着 没吃着 是为了遗憾 但是总的来讲 墨西哥这些东西 第一是真便宜 我没说 整个一趟下来 就是花了所有的钱 反正不光是说吃饭 包括买东西 就没问过件 对 因为 没必要 不是 我这一口老血 我这一口茶点喷出了 就跟人家吹的 没问过件 那是 这二十多块钱一套餐 对啊 你会甭说一讲 你那大黑毛那羊毛 那一千多 不 天价 我不是说了吗 就那一件 就那一件 像个东西 我们俩吃那法式甜点 三块大蛋糕 我们昨天有一家就是 因为我们那儿 很多外国人 外国人 所以说呢 可能有一些墨西哥 很本土的东西 但是外来这些移民 我们还是有需求的 比如说墨西哥面包不好吃 我们还是需要 喜欢吃一些 比如法式甜品啊 意大利面包房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 我们那儿有一家最有名的法式甜品 他们家法式蛋糕做的非常漂亮 就非常正宗的 特别好吃 包括他们家的那个 叫什么牛角面包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 只认为他们 对 叫 然后黎智也去 一般这个蛋糕吧 它做的非常甜 特别甜 我是不喜欢甜食的 我也不喜欢甜食 我也喜欢甜食 对于我来说 有时候去吃 可能就一个月吃一次 就腻了 对 可能吃完一半就有点腻了 但就是努力一下 能把蛋糕吃完 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去了之后 我先点了两杯饮料 两个蛋糕 他就开始埋头狂吃 你知道吗 那我能想象 那个速度 那个速度就是加速的 这说明他遇着爱吃东西了 对 他遇着爱吃东西就这样 也不理人了 对根本不说话 对就在那刨 闷头吃 就是这样 都不看我 先把他那一块吃完了 然后我只吃了半块 他把我这半块也吃完了 说我还要 我再来一份 不是 我在北京 点这种东西 有时候因为 一些咖啡馆也有 什么之类的 我也吃不完一块 切片 对就是确实 我觉得一般 甜 腻 不好吃 但是他那个 这太好吃了 我第一次见到 两个人吃了三块蛋糕 而且他吃了两块半 那个还不是说小 很大一块 那真是欲章爱吃的了 太好吃了 要不然回来以后 那脸打成那样 成天就胡吃海塞 满入银盘 满入银盘 全蛋糕给什么 揣的 什么你的脸就像 那个大辣椒 你看 你看 大妈往里塞了好多肉 大妈塞肉 大妈塞肉 把筷帮子 把筷帮子 大妈塞筷帮子 一个原理 一个原理 对 然后最后三块蛋糕 加上两杯饮料 最后一接上多少钱 在我们村 属于非常奢华的一个店 可能平均一块蛋糕 在15块钱人民币左右 那在你们村 算贵的了 在我们村 就别人吃不起的 对 不许跟本地人吃不起 最后一顿 最后三块蛋糕 加两杯饮料 一接上五六十 对 你知道吧 在北京这也就吃 一块蛋糕 对 基本就是一倍 一倍以上的 而且这品质 不一样都能保证 对 所以这个 你真是吃爽了 就是墨西哥 但你光说吃爽了不行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你吃明白了吗 吃明白了 吃明白了 怎么明白的 你说说我听听 行吗 这事说深了 深了 我跟你讲讲 来 美食 小侯老师 我觉得你未必懂 开始了 想给你嘴 找你一样 来 美食 何为美食 首先 食物是什么 食物就是人类 当人类还是远故人类的时候 他们去采集 是吧 比如那时候说 男的负责狩猎 女的负责采集 男的去逮一些动物 女的去弄一些蔬菜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无所谓蔬菜水果 没有这说法 主要就是植物 果子 叶子 根 枝 茎 其实都有能吃 这有不能吃的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不能吃 就试 试一试 就纯试出来的 对 而且它试的话 有不同的纬度 第一个是这东西能不能吃 就吃完之后 比如说能不能消化 第二个是这番人 吃了之后会不会中毒 会不会造成 比如说吃了之后直接死了 或者是吃了一点时间之后病了 是吧 这你不试 永远不知道 古人也不懂什么 现代医学 这些什么五行相伤相克 办谁也不懂 那就只能试 还有这东西 你吃长期吃 能不能让你变得更健康 对吧 可能这东西它可以一直吃 然后你也不会生病 但是呢 实际上没用 它没有营养 对 那它怎么化学方程式 谁也不知道 这些都是试出来的 所以我就想 当人类还是古人类的时候 大家在多个大洲 这么多亚洲 非洲 美洲 那些人员 刚刚变成人类的 他们就是在不同的地域 看看当地有什么动物 有什么植物 一个一个的把这东西试出来的 试完之后 到了最后一步了 风味 也就是你已经把有毒的 不能消化的 吃了之后 不能帮助你摄取营养的 全排除掉了 那剩下的 比如说大家判断上 苹果能吃 梨能吃 兔粉能吃 野猪能吃 怎么吃呢 这就是烹饪了 那么烹饪的整个过程之中 又有不同地域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发明 对 比如中国 咱们说不大精深 因为中国大 川普有川普的做法 越菜有越菜的做法 东北有东北的做法 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的人 比如说就 刚刚我说那汤 里边有香菜 有芹菜 有cheese 有鸡肉 有牛油果 这玩意 中国人 他不可能发明出来 第一就是他 比如牛油果 中国那时候就没有这些食材 香菜我怀疑 可不也是后来引入中国的 它也不是原生的一个植物 所以它就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组合 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想 我真的我就吃着菜 在工程一边吃 我就一边想 那这个墨西哥人 古代墨西哥人 咱们说麻雅人 或者说有些菜 可能是西班牙人带过来的 他们当时就是 发现了这些食材 能吃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各种排列组合的尝试 各种烹饪方法的尝试 最后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风味 这个风味就被成为当地的一种美食 而所谓的美食家是一帮什么人 他就是一帮能够品尝出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地区的 不同的风味美食的人 对 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命 比如说我的本命 就是我们门通沟 农家乐 这些东西我就永远觉得好吃 但是我是只觉得这些东西好吃 别的东西都不好吃 还是我觉得这个也好吃 别的也好吃 就判断你这个人能不能品尝美食 对 所以我到摩西哥之前 我就觉得说 真的只有我们能够能吃 对 你们也算 你们城里的饭馆都难吃死了 很多人都这么想 就这种感觉 我就要那个味 但是到了摩西哥之后 我觉得 一下觉得这个味蕾被打开了 所以才会有我刚才说的 我的两种反应 第一种是太好吃了 第二是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我能体会到这道菜 发明这个菜的组合和烹饪方法的人 他的心意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他形成一种怎么样的 这种非常非常玄妙的味道 然后大家又是怎么样 通过这种味道来沟通的 对 就比如说 这些美食家 或者是好吃的人 以前我才不理解 小虎老师有时候 碰点 就是刚认识人 聊起吃了 聊得没非色 我说 那饭馆怎么样 我说这吃的东西 怎么可聊的 就那一瞬间 我就脑子里出现那个画面 我说 这不就跟 平时听什么歌 听平克福利德 平克福利德 还行 就是一样的 你知道吧 就是每一个人 他对于世界的感知 要人口鼻舌 是吧 你的视觉 你的听觉 味觉 对 等于说我是觉得 我之前听觉算是打开的 我能听出好歹 来 你也听 玩聊聊呗 能来一块交朋友呗 就是或者说能够相互理解 对 但是之前我对味觉的认知就是零 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说 因为都爱吃一个东西 咱们俩觉得 好像有点共同话题 能拉近关系 没有这个经验 在那瞬间 我突然觉得说 哎呦 如果这个天生味蕾就发达 然后就是天生就打开了 这种味觉的人 大家在品尝 这个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的风味的时候 就是都能感觉到 同一个食物里边的 曼妙之处 然后聊一聊 这太幸福了 哎 我突然就懂了 你说 我说是不是 哎 不错 哎 真的啊 真心的说 比如说 入门了 入门了 是这么回事 真是不错 因为那个 我之前啊 我跟你说过一句话 可能你不见得会记得 不记得了 因为我曾经说 这个东西 它好不好吃 或者你喜不喜欢 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你就能识明白一部分内容 我这个怎么做的 其实它背后 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食材是从哪来的 然后它如何烹饪 最终如何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就会知道它做的对还是不对 对 然后呢 就刚刚你说的那东西 的确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不同地区的人 他一定是就地取材 然后去拿它触手可及的那些食材 去做它的东西 其实这里边烹饪这个东西 不单单是说人类掌握了火以后 我们会加热了 我们可能会去火烤 我们可能会去煮 然后会去炸 而且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储藏的风味 因为有很多的食物 它就是因为不能随时获取 像英姐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食令的东西 食令的东西 你要么当时就吃 你要么就把它存起来 以后再吃 像你爱吃西红枝酱 就是这么个道理 那就会出现很多储藏而产生的烹饪方法 比如说火腿 对吧 比如说什么酱豆腐臭豆腐 这种东西 都是因为储藏而产生的这种风味 所以说我觉得你说的那点就特别好 就是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这么做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妙处在哪 对在那个过程之中 其实你吃的不单单是这些食材 和这些烹饪方式了 其实你吃的是 你在一边吃 你会想到说这些人 自古以来在这生活 他们为什么会吃成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汽子的东西 是全世界都有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知识 但每个国家知识做法都不一样 对 包括那种火腿 每一个国家都有火腿 但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但是同时 有一些身体必须摄入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蛋白质 那你看欧洲人 他可能从奶制品里面获得 我们中国人可能吃奶制品比较少 那么就从豆制品里获得 我们吃这种植物蛋白 它里面是动物蛋白 就是你把这些地缘的问题 把这些文化的问题 历史问题 想到一块去以后 你就说这个东西 吃的不单单是这个东西 吃的是它整个这儿的这些历史文化 这个就有意思了 所有留到今天的 保留着一定传统的被称为美食的东西 在全世界范围内 每一道菜都是一个活的人类历史 是的 你可以想象这个菜里边的所有的这些原料 比如说多少多少年 当地的人类发现了这种食材 这东西能吃 又过了几百年 发现那个东西能吃 又过一些年 这个东西能吃 形成了一道当时的美味 就后来比如说 蛮族入侵 落后文明取代新进文明 落后的饮食文化 取代了先进的饮食文化 这种情况很多件 咱们去中东吃那些玩意什么样 留天天吃囊 它本来东西没那么难吃 但是难吃那也是历史 它是这样的 它为什么难吃 它为什么难吃 它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而且美洲的食物 对我们全世界的人民 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就比如说辣椒 西红柿 辣椒 西红柿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红薯 红薯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 单亩的产量是特别高的 所以它可以养过好多好多人 然后所以当这个红薯 传遍全世界以后 世界的人口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没有这么多吃的 大家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所以说美洲 好地方 好地方 多好 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一个什么 我非常喜欢一个动画 刚链 刚之乐心术士 里边有句话叫 一级是全 全级是一 就是人类是怎么样去存续的 它就是靠自己吃东西 而人类由于它的这种 你说是智力上的优势 或者说它在散眼上 有自己一套办法 它最后站在了所谓的食物链的顶端 到今天它可以任意调用全世界的 所有能够被称之为食材的动植物 有机物 那么人类在古代的时候 显然那方面也是比其他的 可能是大型动物更有优势的 实际上人类的身体 就是有整个大自然的这些可能性 最后造成而成的 所以在那一瞬间 我意识到的说 我们现在的这种饮食自由 是多么的宝贵 你可以任意的选择 你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 特别了解 这么吃或者那么吃 对 你可以体会这种美味或者那种美味 甚至包括小虎老师之前说过 说两人能吃的一块 就能过的一块 我之前的理解就粗淺了 比如说两个人 我爱吃川普菜 你也爱吃川普菜 那才好了 咱俩一块过 我不是猪肉 你也不是猪肉 咱那块过 这个是下线 上线是什么 我懂美食 你也懂美食 我们能过这块去 就我有我的本命 你有你的本命 你的本命我不喜欢 我的本命你不喜欢 但是没关系 咱俩同时还爱吃 另外一百样东西 咱俩就能过一块去 都爱吃墨西哥菜 大妈塞肉 这个就是西方有一句言语 叫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个说的非常好 吃啥像啥 不是那个意思 一行不行 不是那个意思 这好像真不太好翻 白聊了 你这么说完之后 我都觉得 我回去想重新吃一下 墨西哥菜了 英姐被我洗脑了 你吃的食物造就了你 看 我又喜欢墨西哥的 墨西哥的大妈塞肉 然后造就了我 回来之后越来越胖 真的真的 造就了我吧 这次真是美白学 真的 就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 真的有道理的 对 就生平之中第一次 我知道了美食为何物 对 而不是之前单纯的 这个好吃多伤口 那也不好吃扔了 这是明白的 这里边的道理 对 所以那活在之后 就一直想跟小伙老师 我们俩坐着轮道一下 太好了 今天趁着英姐在 是吧 逮的机会 咱们俩一起给他上一课 英姐我觉得你不懂 墨西哥的 你再评评 你再评评 每样子 再吃一遍 我倒是觉得吧 英姐可以在他们村 开一个东北菜馆 绝对把他们都吃碎了 对吧 您弄点什么锅包柚 我经常给他们包饺子 包饺子 老五菜 老五菜不行 老五菜 他们这都是老五菜 乱炖 弄点我们中国美食 让他们感受感受 是不是 等你下次再去的时候 就都是中餐馆了 所以说我明天回去准备 开个中餐馆 是吧 就要带领 引领他们一下 做一下美食的交流 是 所以这也是英姐这次 回北京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目的 对 本来是现在待的挺好的 为啥回来呢 回来筹备食材 真的 太好了 你真的要开个餐馆 以食会友 你英姐在墨西哥 可不是这么说的 英姐在墨西哥 说是这么说的 他说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 叫三体 休息的太好了 是好 对 里边那叫什么类的 降维打击 我觉得简直太有道理了 还有脑洞太开了 对 脑洞太开了 你说这个墨西哥人 我观察了这两年多 没有一个会做生意的 我跟你说 我开个饭馆 我降维打击他们 我拿了果香第一副活 起身浪夺循明 我开了九年店 我到你村里 我开个中饭馆 降维打击你们 降维打击你们 我有点担忧 老北京轰炸大鱿鱼 老北京老孙奶 玩笑归玩笑 我真的还挺期待的 到那边又能吃到 墨西哥的美食 当我想吃中餐的时候 有正宗的中餐 多幸福 我归这节目录完之后 我不知道什么是播 播的时候 有可能那餐馆还没开 但是咱们常委 节目一直跟那网上挂着 肯定未来会有 前仆后继的日韩的听众 跑到墨西哥 专门到云姐村里 去吃他的 老墨西哥 中国美食 其实你真的 现在认真讲 想起来好多 我们在节目里说的 好像是玩笑的话 最后都成真了 然后真的会有一种说 我们聊着聊着聊着 就把一个事 真给聊出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真的还觉得 这事 我觉得是能行的 我是认真的 对 饭馆这事一定能行的 对 我说的是说 咱们的听众 未来 我觉得可能会有 为说不少的人 最后出现了英姐的饭馆里边 而且可能都是到了地 因为我们不是说 那城市名字了吗 先打听 说你们知道 这儿有一个中北饭馆吗 有一个卖乱炖的饭馆吗 卖乱炖的饭馆吗 英姐塞肉 英姐给你塞肉 英姐炖肉 英姐炖肉 对 你都不用说这个 就是咱们2018年1月份 咱们那些节目播的时候 咱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说哎呦 这墨西哥哥真好 再交集会去一趟 说实话 我说这话的时候 就这么一说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墨西哥太遥远了 是 对 太遥远了 而且又 虽然英姐说了那么多 这地儿 他也没说不危险 他至少觉得说 在那是有办法 让自己安全的 对 但那个时候 我说的时候 依然觉得 这个对我来讲 可能是一个 可能这辈子 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 因为他本身 我英语就不好 那是他们又是 一系国家 我啥也不会说 对 我就光是 在墨西哥城 转机这事 就给我下的只哆嗦 我说 我会不会墨西哥城 我就让人给截了 就是你会想很多 有的没的吗 因为毕竟墨西哥 三个字 百说挺吓人的 基本上老觉得墨西哥 后边脸大毒枭 对 就是脸 实际上不也是吗 新闻就是这样 对 但真的 我当时在美国 拉斯加斯 一拍脑门说 美国不好玩 走 去墨西哥 就完全不是说 当时我计划好了 要去的 而是就是 拍脑门去的 真到墨西哥之后 觉得说 哎呀 没什么的呀 没什么 说来就来了 他跟我说 我都不信 我觉得他在骗我 是吗 他不信我会去 对我不信 因为对于我 对他的了解 他是不可能 一个人去的 而且其实从美国 到墨西哥还挺远 要坐两趟飞机 还要转机 在一个完全语言 不同的地儿 转机 这个事 你当时跟我说说 我都觉得你是气话 你可能气着了 差不多玩了 我上不一个 找英姐姐 对 我说好好去 然后注意安全 我以为你可能 过来的时候说 算了算了 我还是在没有玩 结果真去了 我也这样觉得的 是吧 对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说 就像高老说的 就是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其实也是 一步一步的 把一些 肖像的目标实现 对 就是对我来讲 18年的时候 去年年初 我说去到墨西哥 其实是有点 半真半假 或者对我来讲 是个梦想 对 因为对我来讲 它很难 但是这个事情 就在那一瞬间 它突然变得不难了 实际上是我自己突破了自己的某种 比如说对于这种安全区域的 我自己的定义 然后到墨西哥之后 不但这个姐妹喜相逢 还挺挺挺 吃喝玩乐 太好了 是吧 吃各种 大妈仔肉 大辣椒 酸辣椒 牛油果 牛油果 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姐妹喜相逢 没想到她真喜欢 真的喜欢 这个真没有想到 真的喜欢 而且就是 从那一瞬间开始 对我来讲 墨西哥 对我来讲 就跟我去趟 去趟广州 深圳 买成一票不就去了吗 这么好了 没多少钱 对 然后不就中间转个机吗 对 温西哥城转机 还是多伦多转机 还是达拉斯转机 咱都熟啊 都去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下回我要去 你带我去 我带你去 我跟着你走 你跟着我混 跟着你走 行 那我们 哎呀 英姐 你看看 今天是搂着聊的 因为后边不是还有一期呢吗 是 都聊成这样 行 那我们就 依依不舍的 先结束这期的节目 我们最后放一首歌 英姐 什么歌 这首歌翻译成中文 叫美丽的天空 在墨西哥的地位 相当于 我和我的祖国 在我们中国的地位 对吧 就是睡觉之前唱一句 你就能跟着唱 夏娟的那种 睡不着了 唱一宿 对 就是每个人都会唱 包括我之前学马林巴 也学的前几首歌 就有这个歌 行 那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 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这个更多 归于墨西哥旅行的 这个精彩片段 我们下次再聊 好 好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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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温柔 非常温柔 可爱 我今天嘴巴吃 热的 优优优先 哎, no llores, porque cantando se alegran cieguito lindos los corazones De la sierra morena vienen bajando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de contrabando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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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nen bajando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de contrabando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叔 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8月23号 而这些节目的录制时间是2019年的12月5号 为什么这些节目会隔了八个多月才播出呢 我相信有敏感的听众已经发现了 因此每次的节目好像都要隔很久才要播出 但这些节目其实破出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的 最开始是因为去年12月我们在筹划日常公园的矩阵计划 就是天地无用收尾书 日常物语这些节目的上限 所以就把经理这些节目稍微放一放 结果一放就过春节了 一过春节就疫情了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都还蛮沉重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老实讲 我不是特别有心情去面对这期 其实非常的欢乐的节目 再往后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迷思 说反正也拖这么久 不如别拖也拖吧 那么拖到什么时候呢 要不干脆拖到需要这些节目来救命的时候 因为南鲁鼓像销王室那些节目啊 就是在去年的十一期间播出的 就是因为当时手上实在没有存货了 然后就逼着自己把那期拖了很久的节目剪完了 这次呢 确实又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了 因为现在的我跟去年十一的时候一样 又在旅行途中 现在我正在甘肃省的临下回族自治州 然后呢 其实心情还是蛮愉快的 因为这些节目里面记下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和英杰跟小伙子老师 我们三个人 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 包括当时还说 刚从墨西哥回来以后 我想去墨西哥随时买张机票就过去 然后英杰也说 他那次回国 也是希望能够稍微筹备一下 他的饭馆的事情 在墨西哥开饭馆 然后就再回到墨西哥 所以这些节目 如果听到前面的部分的 听众可能会觉得奇怪 说这疫情都这么严重了 为啥就刚从墨西哥回来 还要回去 怎么可能回得去 确实回不去 英杰现在一直留在国内 从去年回来之后 就算也没回去 现在呢 他在秦皇岛 就是我们之前录制 南德五项消亡史的那个城市 每天面上大海 吃海鲜 过得挺好的 但是呢 确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许下的一些小小的愿望 在今天看来是很难实现的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录这样一个小小的片花的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世界会一直按照我们以为的看到的老样子在实习运转 但是谁没有想到会不会这样一个时间 遭遇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很多大的变化 包括这次的全球的疫情 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会让我们去年说起来觉得非常的轻松 觉得顺理成章的一些事情 在现在看来 甚至会觉得是匪夷所思的 我相信这段期间也让很多的朋友 会有很多的思考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朋友在今年年初 特别是春节之前可能像我一样 有全球旅行的计划 很多人已经办好了签证 买好了机票 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很多听众 海外的听众 因为疫情的原因回不了国 而且在国外遇到了很多特别具体的困难 所以也想借着最后这个片花的时间 问候一下 所有因为今年巨大的变化 而被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的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听众们 特别是那些在海外的听众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可以去更好的去对待那些自己重视的人 同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人生啊 未来啊等等这些事情 也希望那个我们只需要凭借一个念头 一张机票 就可以飞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去跟当地的好朋友 或者是刚刚认识的朋友 迹象当地的美食 迹象旅行的快乐的那个未来 能够早一点快一点回到我们的生活里 这期节目呢 也是人生公园的第二百九十九期节目 我们三百期见